第1701章在家天才 风华 你 荣王长使的脸色 瞬间变得铁青一片 各大无上道统的盖世霸主和巨头们 脸色则变得非常难看 尤其是男士先王和龙玄令 心神一尘 万万没有想到 堂堂风华长使 竟然下了这么大的力气去庇护秦南 浮生先王三人 还有邱红等人 则是长长得松了口气 风华长使连这番话都说出来了 就算是荣王长使和各大无上道统的盖世霸主们 想要将秦南斩杀在此 那也是不可能的了 毕竟 这里乃是穷与太荒宗 风华长使所说的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相当于穷与太荒宗掌交的态度 风华 你很好 荣王长使强行把心中的怒火压住 冷冷说道 今日发生的事情 我会如实禀报给长教 到时候再让我看看 你是否还能这么强硬 其他无上道统的盖世霸主们 即使什么也没说 但是他们眼中的怒意 已经可以说明一切 风华长使见此 心中则是一声冷笑 还回去禀报给长教 要是让你们这些人知道 秦南乃是那位绝世女子庇护的人 即使是你们的长教 也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哈哈 何必搞得这么剑拔弩张 这次的第一先之战 可是难得一见 各位可不要错过细节了哦 风华长使大笑一声 气势消失不见 温文尔雅 容王长使和各大无上道统的盖世霸主 巨头们 心中冷恒了一声 目光看向了道场 此时此刻 秦南身上绽放出来的仙光 变得更为璀璨 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玄妙之感 使得正在夹击他的两拨盖世天才们 好像蒙上了一层灰 失去一切色彩 天穷之中的巨大乌云 则在不断收缩着 其中闪过了一道道令人心悸的紫色雷光 很显然 雷杰即将形成 秦南即将彻底生仙 无回声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绝不能让秦南生仙成功 诸道门的盖世霸主 当下立合一声 燕青烟 给你的那张福禄呢 怎么不给我动用 司马寻北 其他无上道统的盖世霸主们 也纷纷下达神念 语气要比之前严厉了醋背 眼下目已成舟 他们只能指望各大概是天才出手 阻扰秦南生仙 最好是将秦南打成重伤 男士先王的眉头 微微拧起 手指敲打寓椅的节奏在不断加快 他也不知道为何 心中有种极为强烈的感觉 若是让秦南生仙成功的话 必定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危险 荣王大哥 实在抱歉 没想到风华长使要庇护秦南 早知道的话我就不会让你出手了 没有必要为了秦南去得罪风华 龙玄令目光一闪 传去一道神念 这句话看似充满歉意 也没有任何问题 实则在无形之中充满挑拨 风华只不过是狗杖人士而已 无需怕他 我今天还不信了 我堂堂一个长使 居然无法收拾一个人仙 荣王长使冷冷说道 眼角的余光 忽而看到什么 顿时一亮 有办法了 他当即在暗中 传去了几十道神念 等过去了促习之后 偌大的道场上 立刻就有十九道气息 爆发开来 带着惊人的杀意 冲向了秦南 此次参与第一先之战的盖世天才 共有七十三位 其中有五位在一开始 被燕清烟和赵阔给击败 还剩六十八位 如今围攻秦南的盖世天才 共有四十位 还剩二十八位来自其他一些势力的盖世天才 原本这二十八位盖世天才 自知与第一先无缘 就在远处看着 没有任何参与的意思 不过 就在刚才 唐堂荣王长使 给他们传来了神念 许诺了巨大的好处 他们其中就有十九位盖世天才略意思索 果断对秦南出手 各大概是霸主和巨头们 见此一幕 当即一愣 旋即贴了一眼容王长使 明白了什么 心情瞬间好了不少 风华长使眼睛则是微微眯了一下 并未多言 又有十九位盖世天才杀过来了 那这可就是足足五十九位盖世天才啊 秦南还未彻底升仙 他能够扛得住吗 唉 虽说秦南被风华长使青睐 但他得罪的势力 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风华长使也帮不了他 也不知道这一次 他能否成功升仙啊 在场所有的修士们 其中有着一大部分人 都是轻轻叹息一生 心神不知不觉间 变得忐忑和紧张起来 他们和秦南无仇 秦南展现出来的强大 完全地折服了他们 他们内心之中 还是希望秦南能够升仙成功 但是 从目前形势来看 秦南恐怕很难安然升仙 秦南 浮生仙王三人 还有秋红等人 就连万宵也似乎忘了自己和秦南的对赌 身体紧绷 拳头钻紧 无比紧张 站到崩灭领域 道场之上 只见到秦南体内 忽然爆发出来了棒驳黑光 将那尊虚幻大门 还有无回声等人打来的杀招 纷纷震退 他双瞳运转到了极致 再次施展出步他天下 好似一头盖世仙龙 在神海中游走 穿过了一位为盖世天才 战荒崩灭刀树 秦南雪发飞扬 悍然出手 是已至死 唯有一战 杀 吴回声 赵阔 燕青烟 司马寻北等等 38位盖世天才 还有赵黎剑等 21位盖世天才 犹如惊天骇浪一般 再度重倦而来 轰轰轰 整座道场上 立刻响起了无数道爆炸之声 无数种截然不同的先术和意志 发生了无比激烈的碰撞 纵然秦南的身姿 依旧是最为瞩目的存在 但在如此之多的盖世天才围攻之下 他明显被压制住了 真容霸气的战甲上 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翁也在这时 天穷上的乌云和雷光 也彻底汇聚一起 明成了一副古老古图 这副古图 不是之前的先徒雷杰 上面空无一物 空白一片 不过 伴随着秦南与众人交锋 冥冥之中 好像凝出了一支无上道笔 在古图上一笔笔落下 大地山河 远古群妖 繁明仙人等等 一一浮现 第1702章肉身巨变 雷杰形成了 这一刹那 全场所有的修士们 无论他们的修为高低 无论他们是希望秦南生仙成功 亦或者是想要灭杀秦南 心神都下意识悬了起来 秦南能不能生仙 就看这几席了 秦南 你休想 道场之上 照离剑一声大吼 法应变换 直接献祭了自身的寿命 换来了一股无形之力 使得那虚幻大门的威能 骤然暴增 震向秦南 成天大悲数 无悔仙术 司马寻北 赵阔等等盖世天才们 皆是一生长孝 戏事冲销 意志凝聚 运用自身所有的力量 打出了自身最为强大的一门仙术 给我破 秦南体内具备的所有意志 还有体内的所有心力 全部融入断天刀之中 化作一记太古刀红 冲天而起 正开大门 斩碎一门门仙术 远远看去 他就好像是在一个深不可测的泥潭内 用尽了全身所有 向上挣扎 让身体从里面一点点的浮现出来 好 荣王长使 南世新王 龙玄令和各大无上道统的盖世霸主 巨头们 神色不惊唯唯一喜 他们看出来了 秦南已经耗尽了全力 只要另外一边的吴回生和燕青烟出手 秦南必然负伤 短时间内无法冲出包围 也就无法生仙 秦南 一直以来 我都想有朝一日 能够像飞跃女帝大人一样 创下无上辉煌 燕青烟忽而给秦南传音 你和飞跃女帝大人来自同一个地方 我不会对付你 希望你生仙之后 可以将女帝大人再次下解中的事情 全部告知于我 他神色平静 这就是他对秦南一直没有敌意的缘故 甚至还有一种莫名的亲切之感 他可以对秦南出手 可以和秦南一争高下 但他绝不会重创秦南 斩杀秦南 更不会阻扰秦南生仙 哪怕回到宗门之后 他将会遭到非常严厉的责罚 好机会 然而 距离他猝不知遥的无回生 眼中光芒大战 只要他现在出手 动用那一招 必定可以让秦南身负重伤 诸道之剑 无回生一身诸道之意 还有屡屡道光 瞬间在那虚无之中 凝聚成为了一柄长达武杖 散发着浩瀚诸杀之意的古老之剑 只能曝露了麻 秦南目光一领 他现在的战力 的确已经达到了巅峰 不可能在接下午回生的这一级 不过在他的体内 还有几门问道之法运转 他原本是不想运转的 毕竟在这样的场合下 一旦曝露出来 必将闯下弥天大祸 和那些无上道统 将会彻彻底底的不死不休 但 纵然如此 他这一次也绝对要生仙 任何人都不能挡他的脚步 秦南 无回声长袍飞舞 踏向虚空 握住诸道之剑 目光随之钉在了秦南的身上 就要当空斩下 就在这千钧一法之际 他的身体 忽而一颤 心中不知为何 竟是泛起了一股无形的波动 他修炼的乃是诸道大法 通过不惜一切手段 诛杀强敌 击败强敌 从而凝聚属于自身的大道 毫无疑问 秦南是他遇上的同级之中 前所未有的强敌 让他有着前所未有的兴奋 即使是被秦南斩杀 他也无怨无悔 可是现在 他有点犹豫了 秦南战力恐怖 恐怕都能战胜一般的地仙一众 远远超过了他 但不管怎样 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 秦南只能算半个人仙 还没有彻底生仙 他若现在出手 击败了秦南 岂不是有点仗着自己生仙成功 以强欺弱之感 诸道大法 虽是要不惜一切手段击败对方 但如果不是以弱胜强 那又岂能是诸道 恍然间 迷惑间 吴回生忽而想到了在九龙仙谷里面 他和秦南第一次的交手 他们两人 修为相当 但秦南踏入了道径 后来正值最关键时刻 秦南为了生仙 不得不离去 纵然他心中百般不愿 最后还是让他离去了 或许 这才是我的诸道 吴回生眼中的犹豫 还有迷惑等等 醒客之间 荡然无存 手中之剑 也豁然一疑 仰天大笑 吴回生从不欺负人 秦南 你去生仙吧 生仙之后 再来与我一决死战 秦南神色一愣 他根本没有料到 面对如此绝好的机会 燕青烟和吴回生 居然没有对他出手 他旋即反应过来 深深看了两人一眼 说了一个好字 不再二话 破开了众多盖世天才的封锁 冲销而起 吴回生 燕青烟 你们 荣王长使 南氏仙王 龙玄令等等人脸色大变 尤其是诸道门和轮回宗的盖世霸主 更是神色震怒 秦南可以杜劫了 浮生仙王三人 还有在场所有修士们 就连堂堂风华长使 也不经精神一震 碎 只听得 一声大喝 如同炸雷 向彻山巅 一道恍若无敌般的深思 冲在了那股老图案的面前 斩下了一记惊天刀光 将之撕裂开来 大劫的气息 顿时荡然无存 秦南体内的那一丝神力 也彻底蜕变成为了先例 使得他一身修为 再度正开了层层枷锁 人仙十重 帝仙一重 帝仙二重 直到帝仙三重之时 才戛然而止 整个过程之中 连原本属于晋升帝仙的帝仙之节 都未发来 这是因为 秦南在彻底生仙之前的底蕴 实在是太深了 修炼了战神道典 还有另外五门问道之法的总纲 同时也在这一刻 他在冥冥之中 仿佛进行了某种旋而又旋的变化 使得他对自身修炼的所有术法 有了更高一层次的感悟 断天刀 赤金战甲 还有战神仙童 也在一点点蜕变着 这就是仙人麻 秦南感受着身体的一切 感受着这片似乎变得不一样的天地 心中彻底明白 天神和仙人之间的差距 不过 那副兽皮话卷说过 我生仙之后 将会知道复活妙妙公主和江碧兰的办法 现在我的体内 似乎没有其他的变化 秦南眉头紧锁 生仙固然让他开心 但他更希望让那两个独一无二 倾国倾城的女子 重现在这个人世 通龙 正当他疑惑之际 他的肉身之中 掀起了滔天大便 他的脑海深处 好似有着一道从太古而来的古老雷电 狠狠披下 让他的灵魂 还有那战神之魂 都为之剧烈战动 第17003章前世之意 怎么回事 秦南神色愣住 不知为何 他的灵魂中 还有心中 生起了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还有着一丝不甘 一丝愤怒 一丝冰朗 一丝感动 吃啦 正当此时 他的脑海内 仿佛展向了一记无上刀光 展开了一道漆黑的缺口 一幅幅呈现出淡红色 垂落着屡屡道义的古图 从中飞出 这不是上行天小仙玉麻 秦南看到一副古图上的图案 唯唯一争 旋即又看到 从中飞出来的古图 总共已经有了33副 众所皆知 九天仙玉中 共分为33个小仙玉 难道这些古图 在对应着各个小仙玉 然而 仍然有古图从中飞出 只是后面的古图 不再是淡红色 而是紫金之色 散发的气息 隐隐约约间 比这33副古图要强大些许 直到第72幅时 才戛然而止 随着一声嗡鸣 所有古图竟是汇聚一起 化作了一颗巴掌大小的紫色水晶 水晶浑圆无棱 上面密布着无数好似大道般的线条 其中深处 好像承载了天地间所有的玄妙 还有一个隐秘了无数时代的恐怖秘星 秦南的心神莫名站立 他忽然觉得自己一直以来都缺失了一个无比重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便是这眼前的紫色水晶 无主无孤身一人拖着这残破身躯 在这大上界在那慈下界寻找万年 当吴奄奄一席之际 觉得一切都结束之际 吴终于找到了您 您已经不是当初战神那股老威严的声音 开始在他脑海内滚滚炸开 只是还未说话 声音便浑然一变 变成了另外一个杀气滔天的声音 你该死 这方天地 容不下你 不要尝试着重归于这个世上 否则的话 我即使颠覆所有的一切 声音又变了 变成了一个沉沉的低语声 仿佛是跨越了无穷时空而来 那件事 你不要忘了 你一定不能忘 你一直要记住 你乃是 声音再次变了 这次没有人说话 只有无穷无尽的嘶吼声 悲鸣声 惨叫声 好像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正在发生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恐怖战争 这 这些 秦南的心神 莫名变得混乱 刷 一直寂静的紫色水晶 绽放出来了屡屡光辉 令得秦南的心神 逐渐平静下来 一种若有若无的感觉 使他下意识正眼看去 此时此刻 天地大变 道场不见了 穷雨仙山不见了 所有修士也不见了 而他则是站在了一片莫名的大地上 就好像整个世界 整个九天仙玉 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秦南眉头唯唯一皱 抬头看去 一看之下 满脸震惊 所谓的天 不复存在了 他的同力 也似乎达到了一个难以言喻的恐怖程度 直接看到了漫天大小不一 闪耀着不同光辉的星辰 过了促息 他看到了星空的镜头 一片混沌 孤寂无声 突然间 无数光滑 从那混沌之中冲起 竟是凝成了一尊难以用言词形容的霸气 王座 王座之上 一道古老的身影 静静坐着 即使是模糊不清 但秦南也能感觉到 身影的一双眼睛 跨越了星空 凝视在了他的身上 与此同时 一个无名之地 一道绝世身影 盘膝而坐 在他身边方圆几十万里的天地 都化作了莫大的混沌 促使万种不同的可怕力量 在里面上下翻滚 其中 还有着一丝淡淡的至尊之意 嗯 绝世身影的美眸 忽而睁开 细眉微微皱起 很早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秦南此次生仙 必定会出现可怕变故 但是他突破至尊在即 根本无法离开 只能布下其他的一些手段 如今 难道连那些手段 都无法阻止秦南身上的变故 过了促席之后 他抬起白皙手掌 结成了一个法印 勾动了那条与他相距有着无数里的三身红绳 这事 一看之下 他那冰冷绝美帝脸上 竟是破天荒的多出了一抹震惊之色 怎么会有前世之意出现 他的心中 充满了无数的疑惑 曾在苍蓝大陆的时候 他就叫过秦南三身公 但是秦拿魔法修行 是因为秦南已经经历了十次轮回 已经回到了初始状态 可是如今 为何会有前世之意出现 这难道是战神的前世 还是说 也就在这个时候 穷与太荒宗麾下二十三座古城之首 云罗古城内 一间酒楼内 那名曾将阴阳小世界的阴阳之灵 给灭杀的灰袍人 坐在一个靠窗的木桌上 捧着一杯灵酒 一口一口喝着 非常有着节奏 其他木桌上的不少修士 时不时投来好奇的目光 这个灰袍人 从几个时辰之前 就已经坐到这里了 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 身子也没动弹一下 只是看着一个方向 不断地喝酒 非常怪异 嗯 这应该是 苏醒了吧 灰袍人忽然有所感觉 自言自语一句 手中的酒杯 轻轻放下 发出了一声叹息 他实在是没有想到 这一切竟然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也不知道这中间 到底出现了怎样的变故 那边的小子 把你手中的这柄仙剑送给我吧 我给你一本炼丹的功法 灰袍人扭头 看向一名面容清秀 有股贵气的少年 啊 清秀少年唯唯一呆 这老家伙 是不是糊涂了 小伙子 别听他的 什么炼丹功法 能够比得上一本仙剑 四周不少人冷笑一声 也有不少人看出了这少年的不烦 好意劝说 在如今的九天仙玉 像什么炼丹 或者炼服 阵法等等 只能赚取点仙石之类的 根本毫无地位可言 前辈 你要这仙剑干什么 清秀少年回过神来 没有拒绝 而是好奇问道 他已经注意这个灰袍人很久了 杀人 灰袍人淡淡说道 话音落地 身形也消失在了原地 四周众人悚然一惊 清秀少年也是如此 能够突然消失在原地 那绝对不是泛泛之辈 啊 我的剑 咦 这是 许久之后 传来一声惊呼 第1704章至尊花开 此时此刻 穷语之界 山巅之上 竟升为帝仙三重了 刚刚升仙 就能达到帝仙三重 这促万年以来 无数次升仙大潮里面 恐怕就只有秦男做到了 帝仙三重 谁人能挡 五千年前女帝初 世上再无帝一仙 这句势必将成为过往啊 是啊 现在的秦男 就算与当年的女帝大人相比 也根本没有什么差别 她是名副其实的帝一仙 在场一位未修士 无不惊叹 俯升仙王等等人 更是满脸惊喜 即使是各大无上道统的 盖世霸主和巨头们 他们与秦男有仇 但也不得不承认 秦男已经强势崛起 等此事之后 秦男的名声 必将传遍九天仙玉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南世仙王则是满眼冷冽 杀气流动 另外一边的戎王长使 还有龙玄令 脸色更是阴沉无比 尤其是后者 拳头在袖袍中死死钻井 额头轻轻跳动 秦男已经达到了地仙三重 距离天仙巅峰可没有多远了 一旦让秦男达到天仙巅峰 成为盖世霸主 那以秦男的资质 还有那彪悍战力 他的处境必将变得无比危险 我靠 还真的让他生心了 这下子我该怎么办 人群之中的挽消 眼珠子则是乱转 他之前可是和秦男对赌 一旦后者生鲜成功 就得给秦男当作祭 这是要是被他爹知道 他肯定要被扒下一层皮 无回声 你到底在干什么 珠道门的盖世霸主反应过来 发出了一道如雷般的怒喝 在珠道门的时候 这位盖世霸主就非常看好无回声 给予了无回声许许多多帮助 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 那样绝佳的机会 无回声居然没有斩下手中之剑 这是把珠道大法权给忘了吗 陈淑 还请息怒 这一剑无论如何 我都不能斩 若是斩下了的话 无回声必将悔恨终生 无回声身形笔直 目光灼灼地看着半空中的秦男 道他成功生仙 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对手 有朝一日 我必然能将他击败 这位盖世霸主闻言怒火更甚 你说得好 老成啊 看来你们珠道门 还真是人才济济 令我是好生羡慕啊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响起 远处的天空之中 一鸣身穿紫纹长袍 周身缠绕屡屡仙气 双同好似玄伙般的中年男子大步走来 在他的身后 则是跟着促十位太上长老 以及三十多位天仙级别的巨头 浩浩荡荡 参见华裕副长教 风华长使 荣王长使 岳爵长使 微微一惊 还有各大无上道统的盖世霸主们巨头们 也是心神一阵 连忙起身 拱手行礼 什么 华裕副长教 全场所有修士 也不禁内心震动 再上行天小先遇 华裕之名可是如雷贯耳 人人皆知 要知道 各大无上道统之中 一般都会设立两到三个副长教 届时等长教退位 各大副长教在进行争夺 可是在穷羽太荒宗内 就只有华裕副长教一人 等到长肖至尊退位之后 他便是穷羽太荒宗的宗主 而且 外界还有传言 华裕已经踏入半步至尊数千年 很快便能突破到九天至尊 成为九天先遇巨博之一 如此人物竟亲自出来 难道是为了秦南 全场修士很快想到了什么 眼中露出了抹线木 他们几乎都能想象得到 等此战结束之后 秦南一飞冲天的景象 哗啦 还未等华裕副长教开口 天穷深处仿佛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涌出了无数的道光 撒在了整座山巅之上 紧接着促十万储虚空中 飘出了五颜六色的光芒 凝成了一朵朵恶魔多姿 绚丽鲜艳的花朵 在场所有修士 只感觉如楚花海 缕缕一香 缠绕鼻尖 这是至尊之花 一位天神修士 满脸激动 众所周知 盖世天才 指的是具备盖世霸主之姿 绝世天才 指的是具备九天至尊之姿 秦南毫无疑问 乃是一位绝世天才 但是要知道 并不是每一位绝世天才 都能够引来至尊花开 他曾经看过一本古籍 但凡谁引来了至尊之花 那就代表着那位修士 得到了天地大道的认可 只要不出意外 未来必成九天至尊 原本他还不信 没想到这居然是真的 华裕副长叫唯唯汉首 看向了秦南 目光中充满了欣赏 不错 刚刚升仙 就引来了至尊花开 如此天资 在整个九天仙域中 绝不超过十人 他心中已经下定决心 等待会结束之后 无论如何都要让秦南 加入穷宇太荒宗 哪怕是让长教亲自出面 也在所不惜 该死 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现在竟然还引出了至尊之花 不行 我必须要想一个办法 在秦南没有进入穷宇太荒宗之前 将他给抹杀 龙旋令额头青睛微微抱起 脑海中闪过了无数个毒计 轰 突然之间 整个山巅上方 好像遭到了恐怖重击 传来了一道如雷般的巨响 长达方圆八万里的虚空 瞬间坍塌下去 荡开了无数刚系 一尊手持仙剑的灰袍身影 从中缓缓走出 发出了低沉的笑声 刹时之间 整片天地 变得一片肃沙 偌大的穷雨仙山 似乎感知到了什么 绽放出来了无数仙光 什么人 大胆 竟敢善闯穷雨之界 华玉父长教 丰华长使 还有那一位为盖世霸主 太上长老长老们 瞬间反应过来了 目光齐齐 看向了灰袍人 发出了一道道理喝 种种威压 席卷八方 有人抢闯穷雨之界 其他无上道统的盖世霸主 巨头们 在场的修士们 神色都不禁愣住了 要知道 强闯一个无上道统的宗旨 那就等于是在和这个无上道统开战 即使是一些九天至尊 都不敢做出这样的举动 这个灰袍人 到底想要干什么 秦南 受死 第1705章恐怖大战 灰袍人直接动手了 手中仙剑一盏 方圆促十万里的天地 直接化作了一片巨大的混沌 无穷无尽的剑光 在虚无中湮灭 在虚无中诞生 这一剑 好像是一位无上使者 带着上苍之意来到人间 要将所有的一切全部摧毁 堪比末日浩劫 在场的所有修士 脸色都是勃然大变 亦或者是变得一片惨白 只感觉自身好像成为了天地间的一片秋叶 漫天黄沙中的一粒沙子 别说是这一剑的所有神威 哪怕只是一道小小的剑气 对他们而言都宛如惊涛骇浪 能够将他们拍成粉碎 九天至尊 华玉副长教和三位长使 还有在座的各个盖世霸主和巨头们 眼中顿时露出了抹震惊之色 神 什么 九 九天至尊 在场所有修士的灵魂 都不禁站立起来 九天至尊 放眼整个九天仙玉都是顶尖的巨拨 可以开辟无上道统的存在 平日之中 别说是见到九天至尊出手了 哪怕是想要听到九天至尊的声音 或者是见到一缕一致 那都是非常艰难 可是如今 一位九天至尊 怎么专门来到了穷语之界 想要将秦楠给灭杀 所有天仙以上的修士 给我全力出手 互助整个山巅 电光火石之间 华裕副长教发出了一声力喝 一声气势 随之爆发 变得无比伟岸 双手也瞬间结出了上万格法印 穷语之道 仙山降临 华裕副长教对着虚空一点 立刻掀起了醋万丈光芒 凝聚成为了一尊为额无比的大山 屹立于虚空之中 不止如此 整座偌大的穷语仙山 也仿佛从亘古之中苏醒 喷出了滔天仙芒 没入那大山之中 使之四面八方响起了无数神魔之音 一起出手 各大概是霸主们 天仙级的巨头们 顿时反应过来 种种仙术 法宝 福禄齐齐打出 化作了数千道截然不同的光彩 笼罩在山巅之上 通龙 只听得一声震天聚响 那座维俄大山立即被斩成无数碎片 荡开了促十万道庞大钢峰 数百万里的大地也剧烈阵战 裂开了无数裂缝 扑 华裕副长较如遭太古重疾 仰天喷出了一道鲜血 身形重重砸在了山巅上的无数光彩之上 使之猛烈摇晃 位于道场之中的所有修士们 只感觉天穷好像坍塌了一般 令得他们的脸色都变得苍白起来 那些修为较低的修士 更是闷横一声 被那无形之中碰撞的恐怖气息 给正溃了心神 晕倒在地 这便是九天至尊的力量 哪怕他手中拿的不是一柄仙剑 只是简单的一片树叶 一朵花瓣 一根小草 都能展现出通天威能 盖世霸主与之相比 就宛如银虫之火和浩月之灰 更何况这位灰袍人巅峰时期 远远不只是九天至尊 嫡媳 嫡媳 速速将所有仙阵催动 穷羽仙山之处发生了如此恐怖的碰撞 自然将整个穷羽之界都给震动 无数未人仙以上的修士 立刻将种种法宝阵法静置给唤醒 刹时之间 整片浩瀚世界 都闪耀着浩瀚仙光 有远古异兽 盘踞天穷 有伟岸身影 踏空而来 也有种种法阵 演化出了古老意象 无论什么 都具备了难以想象的威能 灰袍人对这所有一切都视若无睹 那低沉的笑声 不断地在天地间回荡 我只杀情难一人 但是你们若要挡我的话 那你们都得死 灰袍人再斩一剑 天地间的所有光辉 都仿佛凝聚在了一起 化作了一道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剑光 华裕副长叫头皮一麻 如坠冰枯 他乃是半部至尊 曾经也和九天至尊交过手 但是眼下的这一剑 威力实在是太恐怖了 他哪怕施展所有手段去抵挡 他也必然陨落在此 大胆 我穷雨太荒踪 岂是尔等随意撒野之地 正当这时 一道喝声 宛如滚滚天雷般 响彻整个穷雨之界 在那无尽的遥远之处 一尊遮天般的晶莹大手 跨越而来 将剑光直接捏住 一名留有长须 满脸威严 身穿一袭白色长袍的老者 从虚无之中踏来 这名老者便是当今穷雨 太荒踪的长教 长霄至尊 灰袍人仍旧是低沉的笑 一语都未多言 先见一挥 剑身上竟附上了一层 洁白色的火焰 身形随后移动 直接斩向长霄至尊的头颅 话道鲜艳 这不是诸仙帝九人 长霄至尊目露震惊之色 话还未说完 便猛然反应过来 法应一劫 无数道浩瀚的无形之力 从穷雨之界各个角落中涌来 没入了他的体内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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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身影 碰撞一起 一片片天地 都在不断崩塌 就仿佛这并不是两位修饰在战斗 而是两个恐怖浩劫 在互相冲撞 华裕 此地危险 先带秦南进入无明界 长霄至尊立刻传去一道神念 这无明之界 便是外界所传言的穷雨太荒宗的第三个小世界 尊命 华裕副掌教反应过来 身形一闪 便来到了道场的半空 华裕副掌教 到底发生 华裕前辈 这风华长使 荣王长使 岳爵长使 还有各大概是霸主们 早已回过神来 忍不住开口询问 他们现在都还迷茫和疑惑 为什么好端端的 有一位九天至尊前来杀秦南 而且这位九天至尊 并不是他们各大无上道统的人 到时候再说 华裕副掌教摆了摆手 看向半空之中双眸紧闭的秦南 秦南刚刚升仙成功 如今尚未苏醒 想必是有所突破 仍然沉浸在感悟之中 如果强行打扰的话 势必会对秦南造成很大的伤害 可是现在 不能管这些了 秦南 速速醒来 华裕副掌教运转一门秘法 声音恍若九霄仙雷一般 在秦南是海 心神灵魂之中 滚滚炸开 秦南身躯一颤 立刻看到眼前这孤无一人的世界 还有那漫天星空 以及星空尽头的王座之上的身影 全部支离破碎 重归正常 谁 怎么打扰 秦南脸色一变 下意识开口 因为他感觉到 那个王座上的身影 是一位活着的修士 或者是一缕一致 对他非常重要 所有的秘星 所有的问题 只要那位神秘身影开口 就定然会一清二楚 秦南 跟我走 华裕副掌教身形一闪 立刻抓住了秦南的肩膀 不由得后者还未发觉眼前的局势 就准备带他进入无名界 我的猎物 也是尔等楼椅能够阻扰的 第1706章荒雷至尊 随着一道冰冷之音 一记由白色火焰凝成 恍若携带了诸天之威般的剑气 雾得从虚空诞生 猛然斩来 整个诺大山巅 仿佛变成了冰雪之国 每一位修士都感受到了一股彻骨的寒意 穷宇之道 华裕副掌教脸色勃然大变 噴出一滴金血 结出一个法印 瞬间有着数百个拳头大小 宛如梦幻般的光点 浮现在了他的面前 每一个光点 看似平凡 其实都是一个小世界的雏形 只要有着足够的灵气支撑 就可褪电成为类似于穷宇之界的存在 轰 光点破碎 剑气破碎 华裕副掌教被这碰撞产生的浩瀚钢气击重 身形顿石倒飞而出 将那偌大的道场给砸成了一片粉碎 受到了不小的创伤 然而 这还没有结束 那破碎开来的剑气 竟是眨眼之间分裂成了促十万道剑翼 好似一场铺天盖地的剑雨一般 朝着整个山巅冲刷而下 那位神秘灰袍人出手 是想将山巅上所有修士全部抹杀 不好 风华长使 荣王长使 月爵长使等等盖世霸主们 脸色一变 只感觉着漫天剑气 犹如一个个天遣般 让他们感受到了惊人的危险 轰轰轰 在这等生死攸关之际 他们也顾不得其他 只能全力出手 打出了一门门仙术 法宝福禄 与之对抗 一位九天至尊要杀我 莫大的混乱之中 秦南逐渐回过神来 看清楚了眼前的局势 猜出了一个大概之后 眼皮不禁狠狠一跳 当初在杀仙古地看到那小心二字 后来又听到同静的那番叮嘱 他早就已经知道 等他生仙之后 必然会遭遇大变 只是堂堂一位九天至尊 怎么偏偏盯上了他 甚至不惜孤身一人 闯入这穷雨之界来杀他 秦南 忽而间 滚滚喝声 响彻八方 秦南下意识抬头 就见得那神秘灰袍人 不知何时竟来到了山巅上方 即使隔着长袍无法看清 但也能感觉得到 袍下的一双眼睛 正俯瞰着他 隔下 无论你是谁 今日修想伤情难分毫 你现在就此退去 今日的事情 我们全当没有发生过 长袍至尊踏虚而来 在他的背后 一尊尊古老的仙国 接连演化而出 荡开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威势 就凭你 也能挡我 灰袍人低声一笑 似是玩味激凤 阁下 不必在这突延时间 你暗中施展的手段 真当我没发觉麻 阁下掌握有话道鲜艳 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 但我们穷语太荒踪 可不止我一人 长袍至尊淡淡说道 话音落下的瞬间 一尊高达五百多丈 通体犹如无数玄雷凝成的 伟岸身影 骚然降临在了天穷上方 令得那四周大道 如沸水般沸腾 太荒雷倒数 伟岸身影直接动了 大手一拍 一个由上古仙雷组成的 蛮荒小世界 顿时浮现在天地间 犹如一尊恐怖妖兽 张开了血盆大口 要将灰袍人吞没进去 这尊未暗身影 便是穷语太荒踪的 另外一位九天至尊 名为荒雷至尊 一身修为何战利 紧紧稍逊于长肖至尊 穷语之界 听我之令 八方借龙 封天所道 长肖至尊法应一变 背后的一个葛仙国 瞬间没入了整片 穷语之界八方之中 使之响起了八道龙吟之声 紧接着 穷语之界的八方镜头杵 分别有着一头 长达三十万丈 浑身鳞片如同金石般的 恐怖巨龙 冲天而起 游走而来 以灰袍人为中心的方圆三十万里 好似被打上了一层层枷锁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封锁 哪怕连大道之力 也同样封入其中 此次秦南来参加第一先知战之时 飞跃女帝因为自身无法赶来 故而提前给风华长使打了招呼 让后者为秦南摆平一些麻烦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专门告知了长肖至尊一生 这也是为何长肖至尊在第一先知战前 会突然加奖励的缘故 长肖至尊就是有点好奇 能让堂堂飞跃女帝如此重视的青年 到底有着何等不凡之处 等到后来 飞跃女帝感受到了秦南身上的前世之意 当即没有犹豫 请动了长肖至尊和荒雷至尊 让他们提前布下手段 以不便应万变 八方介龙 便是长肖至尊提前布下的手段 他一旦施展开来 便能聚集整个穷羽之界的戒力 对敌人进行封锁 即使是在墙的九天至尊 促个时辰之内 也无法将之突破 阁下 最后奉劝一句 就此离去 长肖至尊开口道 这位灰袍人与传说之中的诸仙帝 就仁有所牵扯 他不得不慎重 不能贸然下杀手 否则 要是给穷羽太荒宗招来了大祸 即使他们能够抗住 那必然要损失惨重 这等雕虫小技 也拿出来丢人现眼 其料到 未等他的话说完 灰袍人再次逼声笑起 那股饥愤和轻蔑之意 没有一丁点的隐藏 万古大甘远 灰袍人豁然出手 一指点出 无穷无尽的画道鲜艳 竟是化作了一个如同黑洞般的存在 将那蛮荒雷霆小世界给绞成了一片粉碎 远处的八头庞大戒龙 似乎遭到了一种诡异意志的冲击 竟是胡乱地飞舞起来 发出了一道道咆哮声 那长达方圆三十万里的无形枷锁门 也随之剧烈抖动起来 像是掀起了一道道海浪 使得那股无形的封锁之力 瞬间削弱了整整一半 嗯 长霄至尊和荒雷至尊对视一眼 万万没有料到 这尊神秘灰袍人竟有如此手段 随即 他们眼底掠过了一丝冷芒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这个灰袍人不将秦南杀死 是绝无可能离开的 既然如此 那他们也只能耗费代价 动动争格了 第1707张罚道之剑 诸天法中 荒雷至尊大贺一生 从这穷雨之界的无数个镜头之处 立刻涌来了一道道长达十万多丈的恐怖雷霆 汇聚一起 化作一尊犹如仙山般的巨大童钟 东 童钟自想 法力澎湃 无数个意向在灰袍人头顶一一浮现 仿佛在无形之中 组成了一尊亘古大阵 要将灰袍人直接炼化 这座诸天法中 并不是一门道术 而是他的三大本命道弃之一 具备着毁天灭地之威 穷雨之意 太荒界灵 长肖至尊计出了一块古墓令牌 煞时之间 整个偌大的穷雨之界震动起来 一种无形的意志 开始汇聚而起 不止如此 数百万里的天穷 化作了一片荒芜 一尊难以言喻的伟岸身影 从中缓缓走出 威势滔天 长肖至尊身为穷雨太荒宗长教 对穷雨之界和太荒之界 有着绝对的控制力 如今 他便以自身为主 招来了两大小世界的意志 聂 长肖至尊法应一遍 两大小世界的意志 恍若化作了上古天仙 分别手持一刀一剑 配合着诸天法中杀向了灰袍人 嘿嘿 这样的手段就有点意思了 不过 即使我已经死过了一次 修为早已不如曾经 这种手段还是不够看 灰袍人低沉一笑 随即念念有词 声音由小而大 最终响彻天地 使得方圆数百万里的一切 都变得一片沸腾 大千妙法 上古十尊 灰袍人呼地吐出十滴精血 十尊无比巨大的虚影 立刻从冥冥之中诞生而出 荡开了无比恐怖的威压 紧接着 十尊虚影猛然一动 好像打出了石门亘古道术 爆发出的力量 具备了难以想象的威能 竟是使得诸天法中和两大介义 无法再前进丝毫 这不可能 长肖至尊和荒雷至尊脸色一变 他们两人都是九天至尊的巅峰存在 如今联合打出来的一招 放眼整个九天仙玉 几乎没有九天至尊可以挡住 哪怕是刚刚成主的存在 也得退避三社 可是 这灰袍人怎么轻而易举 就将之化解了 难道说 怎么回事 道场上的秦南 心神却狠狠一阵 那时尊虚影中的为首之人 他实在是在熟悉不过 分明就是战神的虚影 这位灰袍人 是怎么办到的 他和战神之间 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正在这时 灰袍人再次低头 袍下的一双眼睛 注视在了秦南的身上 那柄缠绕白色火焰的仙剑 挥舞而起 蓄积了无穷的神威 长肖至尊和荒雷至尊同人一缩 立刻准备施展无上道术 起料到他们法应刚节 那时尊虚影身形一变 分别杀到了他们的面前 不好 两大至尊的脸色 齐齐一变 斩 灰袍人毫不犹豫 一剑挥下 那恐怖的剑势 犹如一头无形的亘古天龙 具备着催枯拉朽一般的力量 这一刹那 道场上的所有修饰 灵魂都剧烈地站立起来 只感觉好像整个天地 都朝着他们坍塌而下 尤其是秦南 遭受到的冲击最为巨大 浑身上下都发出了一道道 砰砰爆炸声 流出了无数的鲜血 战神印记 秦南猛然发出了一声大吼 曾经他融合战神整个身躯之时 除了获得无主穷途之外 战神还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印记 根据战神所说 这道印记 只能催动一次 可以帮他解决一切危险 但是战神也冰嘱过他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能催动 一旦催动 必将引来弥天大祸 可是已至此 秦南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 下一瞬间 秦南就愣住了 他明明勾动了战神印记 怎么后者没有丝毫的反应 哼 真稀我穷语太荒踪无人 千军一法之际 一道冷恒之声 仿佛从九霄之中传来 一根长达十万丈的仙光手指 立刻从虚无之中降临 将这一记剑光震碎 痴尊 长霄至尊和荒雷至尊同时松了口气 这里的大战 既然将痴尊都给惊动 那么秦南的性命 今天必然是保住了 终于引出老家火了麻 不过 已经迟了 灰袍人低于一句 手中的仙剑 轰然碎裂 罚道之剑 灰袍人明明没有任何动作 但是秦南的上空百丈之处 猛地出现了一道无比虚幻的剑光 以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展向了秦南 休想 冥冥之中的恐怖存在 似乎被这灰袍人给激怒了 磅驳浩瀚的道光 在天穷深处闪耀起来 犹如一颗太古星辰 不对 这是 那尊恐怖存在 误得发现什么 语气之中 多出了抹震惊 那道虚幻无比的剑光 也在这一刻 展入了秦南的身体之中 秦南体内的道光 顿时被这剑光衣寸寸撕裂 啊 那可怕的痛楚 犹如潮水般涌来 饶是秦南也不禁发出了一道惨叫之声 身形摔倒在了地面 对 对不住了啊 今日我若不出手的话 那一切 灰袍人袍下的一双眼睛 看着这一幕 眼底掠过了一抹痛楚之感 嘴角喃喃自语 如果可以的话 他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宁愿纳得被斩碎道光的人 是他自己 找死 那尊恐怖存在反应过来 爆发出来了惊天怒火 无穷的道光 直接凝聚出了一座恐怖大山 朝着灰袍人狠狠镇压而下 里门穷语太慌宗 也不过如此麻 灰袍人收敛了情绪 滴滴一笑 并未躲让 任凭这座道光大山 将他的身形震成了无数个碎片 山边上的漫天渐雨 还有那十道虚影 立刻消失一空 天空中充斥的那股可怕威压 还有冰冷沙气 也随之消失不见 唯有一道惨叫之声 响在了所有人的耳边 第1708张云端谷底 哼 倒是懂得不少奇怪的手段 竟然让你给逃走了 荒雷 你随我过来 长霄 此地的事情 交由你来解决 那尊恐怖存在不满地说了一句后 便消失不见 那漫天的道光也随之无影无踪 尊命 长霄至尊和荒雷至尊 其其拱手 互相对视了一眼后 后者点了点头 飞出了穷语之界 所有的气息 这才彻底的平静下来 结 结束了麻 山巅之上 无论是人神静的修饰 还是天仙静的巨头 脸上都露出了莫茫然 那些盖世霸主们 心底则是升起了种结后 余生之感 虽然刚才发生的一切 还不到百息时间 但是那几道恐怖气息的碰撞 给他们带来太大的冲击 都以为整个穷语之界会支离破碎 不复存在 秦南 风华掌使和浮生先王三人 还有秋红 徐仙芝 血眼人先默然想到什么 脸色大变 嗖的一声 就飞在了秦南的身边 全场所有修士们也回过神来 目光都聚集在了秦南的身上 刚才那位神秘的九天至尊 枪闯穷语之界 就是为了灭杀秦南而来 而且就在刚才不久 秦南还被斩中了一剑 不用担心 他还没有死 长肖至尊踏步而来 袖袍一甩 一股辉红的精纯心力 立刻没入了秦南的体内 将他肉身的伤势 全部都给恢复 没死 风华掌使 浮生先王等等人听的此话 立刻松了口气 但是 他的道肌被斩碎了 仙魂也受到了不小的创伤 长肖至尊脸色复杂 心生叹道 什么 道 道肌被斩碎了 风华掌使等等人 还有各大概是霸主和巨头们 以及其他的修士们 脸上都露出了抹震惊之色 道肌被斩碎了 这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秦南的武道境界 从道境大城 跌落到了五到四级的地步 意味着秦南从一位爵士天才 跌落到了盖士天才的地步 一位已经成功生先的盖士天才 固然也是前途无量 未来能够成就盖士霸主 甚至是九天至尊 在偌大的九天仙域内 有着举重若倾的地位 但 那岂能与爵士天才相比 要知道 光是触摸到道境的门槛 都已经比登天还难 不仅需要极高的天赋 还需要很多的大机缘 一点点积累 才能够达到更别说是道境大城了 而且一旦道基被摧毁了 要想重新修成道境大城的地步 要比之前困难不下于十倍 本将是明洞仙域的第一仙 堪称是浩月一般 光芒万丈 前途无量 令无数人望尘莫及 如今 短短百席内 就成了黯然的萤火之光 邦九宫脸色争著 他身为九宫金仙宗的少宗主 一直以来 见过不少人起起伏伏 但是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 有人直接从云端之中 跌落到了谷底 这 无回声 燕青烟等等盖世天才们 还有在场大部分修士们 也是愣在了原地 心中的情绪 无比复杂 难以言喻 感觉这一切都好像是一场大梦 哈哈哈哈 与他们不同 各大无上道统的盖世霸主们 脸色都是一片喜色 还有男士仙王 龙玄令和荣王长使 心中也是喜不自胜 对于他们而言 秦南一下子跌落神坛 那他们就少了一个未来将会成为九天至尊的恐怖敌人 尽管现在的秦南 还有着五到四级 但是他们要想解决秦南 那就变得非常轻而易举 这个时候秦南已经从疼痛中心醒过来 当他看到体内的一切之后 一语未发 满是血液的手掌 死死的钻井 身体微微发抖 秦南 老夫要跟你郑重地说声抱歉 本来第一先知战开始前 就有人已经将你托付给我 让我全力替你化解危机 但是没有想到 长肖至尊满脸愧疚 如果早知如此的话 他定然会请动师尊 提前布下杀局 前辈 这和你们没有关系 灰袍人想要杀我 你们能够出手 保全我的性命 我已经感激不尽 秦南声音略有沙哑 不过他说的都是实话 长肖至尊文言一阵沉默 心中不禁又轻轻一叹 虽然他与秦南接触时间较短 但是他非常欣赏秦南 早就在暗中打定了主意 等第一先知战结束后 要将秦南收尾自己的传人 可是现在 秦南已经相当于被毁了一半 风华 现在昭告全宗所有人 从现在开始 秦南便是穷与太荒宗的核心弟子 也是我的记名弟子 长肖至尊平复了情绪 开口说道 前辈 这 秦南文言一征 尊命 风华掌使反应过来 拱了拱手 立刻拿出了一块令牌 将一道神念 传向了穷与太荒宗的所有人 他现在的心中 也非常的愧疚 虽说灰袍人的出现 根本不是他能够抵挡的 但是秦南如今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还怎么和那位爵士女子交代 这是你的身份令牌 以后有了他 你可以直接来找我 长肖至尊拿出了一块红色玉佩 同时也给秦南传去了一道神念 秦南 我在域内留下了三道意志 可以替你化解三次危机 说完这一切 他深深看了秦南一眼 转身没入虚空 是已至此 他能够帮助秦南的 暂时只有这么多了 接下来 他也要去见一见师尊 再将此事告知给飞跃女帝 一起把灰袍人的真正身份弄清楚 并且 这件事中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 秦南才刚刚生仙 为何就引来了如此恐怖的杀机 秦南 你 浮生仙王三人 还有秋红等人 立刻朝着秦南围来 眼神之中 满是担忧之色 但是刚一开口 却又不知道说什么 秦南 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不速速把人全部放出来 也在这时 无存天仙 雪梅天仙等等巨头们 发出了一声力喝 身形野骑刷刷飞来 将秦南给团团围住 第1709章仙战落幕 我答应你们的 自然会做到 秦南清吸了口气 用尽了全身大部分的力量 才勉强站起身来 屈指一谈 照出无主穷途 将修神梁 灵清破等等人 全部放出 修神梁 灵清破等等 盖世天才们 看主眼前的景象 眼中还是一片茫然之色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秦南 今日光是放人 那可还不够 已镇压了我们的真传弟子 这一笔账 我们得好好算一算 各大无上道统的盖世霸主们 踏空而来 神色不善 浮生先王三人脸色顿时一变 难是先王和龙玄令 则是心中冷笑 全场的大部分修士们 却是摇了摇头 心中不禁再次叹了一口气 若是秦南道基没有被斩碎 即使镇压了各大无上道统的真传弟子 这些盖世霸主们 肯定也不会多说什么 甚至会拉拢秦南 但是现在 一切都不同了 虽然秦南在刚才成为了穷与太荒宗的核心弟子 还是长肖至尊的记名弟子 但穷与太荒宗岂会为了一个盖世天才 得罪这么多无上道统 最后结果 显而易见 你们若是要算账 那我就替秦南来跟你们好好算一算 风华长时冷冷说道 各大盖世霸主们对视一眼 眉头为皱 没想到到了这个地步 风华长使居然还来庇护秦南 也罢 此事就一笔勾销 盖世霸主们摆了摆手 目光落在了灵清破等人的身上 秦南刚刚在穷与太荒宗被斩到鸡 他们要在穷与太荒宗内收拾秦南 确实不是太好 而且 后面的漫长岁月里 他们多的是机会对付秦南 施属 秦南偷学了我们吉生们的问道之法 没错 他还偷学了穷与太荒宗的穷与太荒经 灵清破 罗言等等盖世天才们 回过神来之后 立刻说道 什么 各大盖世霸主们同仁齐齐一缩 不只是他们 在场所有人的心神 都是狠狠一阵 如果秦南真的偷学了问道之法 那可是一个惊天大事 各位 只不过是用了一点幻术手段而已 你们就信以为真 我非生道九天仙玉 可从未去过吉生们和穷与太荒宗 我的踪迹 你们完全可以查到 秦南面不改色 冷淡道 而且 这次的生仙大潮 还是我第一次接触你们各大无上道统的人 灵清破 罗言等等盖世天才神色一争 但仔细想想 秦南说的倒也没错 难道他真的是施展幻术 为了击溃他们的心神 哼 秦南 你那破幻术 早就被我看出来了 现在可敢再与我较量一番 我上次是不慎被你击败 这次定然能将你打得满臂爪牙 一道叫嚣声响起 正是修神良 他所说的这一段话 没有一句是真话 但是面对这个给了他莫大耻辱 并且让他没有生仙的男人 他本能又在作祟 要在言辞上占据上风 还真是幻术啊 幻仙道宗的第一真传弟子开口 其他人心中的最后一丝疑惑 也彻底地打消了 秦南 你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怕了 我告诉你 我只需要一只手 修神良气焰大找 只是话还没说完 就被幻仙道宗的盖世霸主 黑着脸给托走了 要是让这混小子继续说下去 那丢人就丢大了 秦南虽说道机被斩 但仍是五到四级 再加上他那的修为和手段 在场所有的盖世天才 恐怕依旧无人是他对手 各位道友 此次第一先之战 出现这样的事情 我要在此向大家道个歉 风华掌使面向全场 淡淡道 此次第一先之战 就到此结束 第一先之人为秦南 各位都无意义吧 第一先本就是一个虚名 在场众人自然没有意义 而且除了秦南之外 谁也没有资格成为第一先 否则的话那将不是一个荣誉 而是一个耻辱 先战落幕 在场众人 开始一一离去 秦南道有 我们想必很快又会再见面的 龙玄令饱含深意一笑 随即离去 男士先王则是深深看了秦南一眼 并未多言 秦南 接下来你就留在穷雨太荒踪吧 先把伤势恢复 避一避风头 风华掌使看着二人背影 眉头皱了皱 随即说道 前辈 这就不必了 我答应了三位先王 现在的去做一件事情 秦南摇了摇头 说完之后 逼可一声 可出了几滴鲜血 长肖至尊恢复了他肉身的伤势 但他先魂受到的创伤 还没有恢复 比这 风华掌使眉头拧得更紧 随即叹了口气 拍了拍秦南肩膀 道 那我也不劝你了 你小子到时候有什么事情 尽管通过令牌来找我 说完之后 他便转身离开 处理其他事情 秦南身边有三位先王 还是那位爵士女子要庇护之人 安全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南哥 我要跟你一起去 秋红坚定说道 在这种时候 他必须要陪在秦南的身边 秦南唯唯一争 看了三位先王一眼 见到后者微微汗手 便答应了下来 那个 秦南 这时 万霄走了过来 神色有些尴尬 也有一点犹豫 你是想说 我们之前的对赌作废是吧 秦南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 淡淡问道 那个 是的 我父亲正让我回去 我要是在这里给你当作祭的话 他肯定会 万霄满脸不好意思 作为一个盖世天才 主动爽约 若是传了出去 那的确是一个很丢人的事情 但是 他本来就一点也不想给秦南当作祭 更何况 现在的秦南倒机还被斩碎了 只是一个掌握五到四级的盖世天才而已 无妨 你走吧 我们的对赌作废 秦南摆了摆手 真的 万霄神色为喜 连忙道 你且放心 到时候我会对你补偿的 包括你当初在仙谷内帮我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秦南打断 别说了 三位前辈 我们走吧 浮生仙王三人点了点头 屈指一弹 仙光降临 将秦南和秋红 斜眼人仙照入其中 秦南道友 忽而之间 一道悦耳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只见到一席长裙的徐仙芝 站在三清古礁的盖世霸主旁边 隔空对他眨了眨眼 声音轻柔 我相信你 你能中灵巅峰 一道爽朗的大笑声 也随之响起 说得不错 秦南 你我之间还有一战之约 你可别给我忘了 赤无悔声 秦南 告辞 燕青烟 赵阔 黄府侯 司马寻北等等盖世天才们 都在远处的人群之中 对着秦南隔空拱手 此次一战 他们对秦南心服口服 同时他们也真心地希望 秦南能够再现今日之辉煌 哼 秦南 你之前可是欺骗了我 这块令牌你拿着 等下次再遇见的时候 我们要再赌一场 孟九宫抛出一块令牌 神色颇为不爽 秦南见此一幕 睁在原地 两久之后 不禁放声一笑 响彻八方 各位 他日再会 在万霄愣神的目光下 还有众人的目光之下 秦南等人的身形 没入了远方天空 消失不见 第1710章仙域震动 不久之后 一道道消息 宛如雨后春笋般浮现在了万象仙令内 令得九天仙域内无数修饰 为之震动 我靠 这真的假的 刚刚升仙 就达到了地仙三重 并且还是倒进大城 嘶 这个秦南 以一己之力 竟然硬汉六十位盖世天才 这特马也太夸张了吧 夸张 这一点也不夸张啊 绝世天才 本就有绝世之姿 同等境界之间 谁人能倒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啊 此则的倒机 竟然被一位神秘九天至尊给斩碎了 是啊 不然的话 他的未来 真的是无法想象 木秀于林峰必摧之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秦南的崛起太惊人了 即使是当年的飞跃女帝 也要逊色一些 秦南还是第一仙嘛 可惜啊 这次的第一仙 最终只是让人叹息的荣耀了 不少的古老存在 盖世霸主 都是叹息连连 他们非常清楚 要想成为一位爵士天才 那将是何等困难的事情 不过 不管结果如何 在这一日 秦南的名字 响彻了整个九天仙玉 在无数的修饰心中 留下了一个短时间内难以磨灭的印象 与此同时 上行天小仙玉 云罗古城 一间酒楼中的厢房内 龙玄令和男士仙王坐在一起 在第一仙之战时 龙玄令发掘了南士仙王对秦南的杀机 于是他就主动找到了南士仙王 众多盖世霸主之中 南士仙王可谓是顶尖的存在 他听到过不少传闻 南士仙王即将登陵九天至尊 无论是联手对付秦南也好 还是与南士仙王结交 对他都是百利无一害 龙玄令想到这里 放下手中仙茶 笑道秦南辞子 的确是不凡 来到九天仙玉还未多久 就已经人尽皆知了 南士仙王面无表情点点头 道只可惜 不是什么好名 龙玄令没有接话 而是话锋一转 道南士前辈 你可曾想过 接下来怎么对付秦南 南士仙王瞥了他一眼 还需要我们对付吗 各大无上道统的人 想必已经将秦南 列为必杀之人了 龙玄令闻言不禁一笑 道南士前辈 各大无上道统 分散在各个小仙域内 秦南想要碰上他们的人 还真有点难 而且他们也不会为了 一个秦南大动干戈 派出无数巨头 龙玄令说道这里顿了顿 又道若真想把秦南杀死 接下来还得靠我们 南士仙王默然不语 龙玄令也没觉得尴尬 眼中露出了抹寒芒 道短时间内肯定是不能杀秦南的 否则穷羽太荒宗面子上过不去 不过 等过段时间 秦南即使是死了 穷羽太荒宗也不会说什么 我可以煽动天须祖教和三清古教的人 对秦南不下杀局 南士前辈 你可以让各大盖世霸主出手 如此一来秦南必死 南士仙王抿了一口鲜茶 你有什么把握让三清古教也出手 龙玄令笑了一声 压低声音 道秦南刚刚升仙 就踏入了道靖大城 他身上的东西 难道那些人都不感兴趣吗 南士仙王微微一顿 一句话也没说 身形一闪 消失不见 龙玄令见此 嘴角的笑容 愈发浓郁 眼神犹如毒蛇 南士仙王的态度很明显了 认可了他的方法 接下来只要他能煽动天须祖教和三清古教这两个居无霸 南士仙王就会动手 秦南啊秦南 虽说你现在已经废了一半 但你要是不死的话 我怎能安心 龙玄令森然一笑 起身离开 就在这个时候 穷羽太荒宗 那神秘无比的第三个小世界 无名剑内 一座气势恢弘的仙宫之中 长霄至尊和荒雷至尊 分别坐在两旁 他们前方的守卫上 坐着的则是一名老者 老者满头银法 脸上刻满了皱纹 一双浑浊的眼睛 恍若古老的深渊 浑身上下 散发着一股无形的威势 这名老者 便是长霄至尊和荒雷至尊的师尊 师尊 徒人有意识不明 那位神秘的灰袍人 为何只是斩碎了秦楠的倒机 并不是将秦楠杀死呢 荒雷至尊问道 他依稀记得 尽管当时师尊出手了 但是灰袍人的那一剑已经斩出了 师尊还来不及阻挡 这个倒不用疑惑 那一剑的剑势 其实已经被我锁住了 如果他执意要杀死秦楠 他反而不会得逞 老者淡淡道 但是没料到他竟然剑中藏剑 并且还是伐道之剑 专门能斩人的倒机 连我也无法阻止 两位至尊文言 其其汉手 若是如此 那倒还好 如果这个灰袍人 只是来斩秦楠的倒机 那未免就太可疑了 但也不能排除 那个灰袍人 只想斩秦楠的倒机 老者眼中闪过了一丝精芒 道 说不定 你们两人的出现 还包括我的出现 都在灰袍人的算计之中 两位至尊神色皆是一惊 不过 转念一想 这个可能性非常低 要想将这一切算计在里面 那灰袍人要对整个穷羽 太荒宗的底细 都是一清二楚 并且还知道他们三人都会出手 你已经半只脚踏入了那个境界 还有两位巅峰层次的九天至尊在场 都仍然无法挡住灰袍人 正当此时 一道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一道爵士身影 从大殿之外走来 令得整个大殿内的一切 都变得冰冷下来 若是秦楠在此 便会发觉 这尊身影 赫然是飞跃女帝 你怎么来了 不是已经有好几位九天至尊 正在围杀你吗 你现在登陵至尊 正在紧要关头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速速给我收回意志 全力应付 老者愣了一下 玄机力声喝道 长销至尊和荒雷至尊也颇为无语 没想到这等关键时候 飞跃女帝还降下了这等意志 不过 转念想想又有点不可思议 如此在乎一个人 还只是一个刚刚生鲜的存在 这还是他的作风吗 刺猬九天至尊而已 不足为惧 飞跃女帝冷漠道 而且 我问你 你还没答 轰 浩瀚威压 席卷而出 使得整座仙宫 顿时剧烈颤动起来 地面上震出了无数列文 第1711章巨播密谈 这个 飞跃 你先冷静一下 刚才师尊说过了 他没有想到灰袍人事件中藏见 所以才 长销至尊满脸苦笑 毫无掌教至尊的风范 其实一直以来 上行天小仙玉的人只知道飞跃女帝乃是穷羽太荒宗的荣誉长老 是名副其实的第一霸主 就连风华长使 还有华裕副长教等等巨头们 也是如此 但是 他们根本不知道 飞跃女帝乃是那位从促万年之前 一直沉睡在无明界尽头 修为已经完全达到了那个层次清点之人 若是飞跃女帝想 他这个长教之位就得让他担任了 而且 他这位师尊 还有另外那四人 对飞跃女帝都是无比看重 早在飞跃女帝只是天仙之时 就想联合将他收入门下 只不过 都被他拒绝了 包括那位沉睡之人 也是因此 放眼整个穷羽太荒宗 甚至说整个九天仙玉 敢跟师尊这般说话之人 也就只有飞跃了 不丢人麻 飞跃女帝面无表情 丑位上的老者 还有另外两位至尊 嘴角顿时一阵抽搐 但 仔细想想 还真的有点丢人 飞跃 你有所不知 此人掌握了化道鲜艳 而且他被师尊一级灭杀肉身 还能让灵魂逃走 很有可能是诸仙帝九人的传人 长霄至尊皱了皱眉道 他不是什么传人 他就是那位诸仙帝九人 飞跃女帝冷淡道 什么 两位至尊神色一惊 若是那灰袍人 真的是诸仙帝九人 那这件事可就大了 曾经或封诸仙之称的人 哪一个不具备着凌驾于至尊之上的恐怖实力 更何况 还是其中排名第九 并且 他们的出世 那又将意味着什么 趋无缥缈的太古禁忌 第二仙玉和第三仙玉的各大上古古族 以及第一仙玉 还有那 你怎么能认定他是诸仙帝九人 老者眉头也皱了起来 罢了 这个你想必也不会告诉我们 但你总得告诉我们 堂堂诸仙帝九人 为何要专门来杀秦南 而且还是拼着肉身破碎的下场 老者拍了拍额头 不知道 飞跃女帝美眸中闪过了一丝疑惑 很显然 他也在奇怪这个问题 别人不知道秦南的底细 他是非常清楚的 秦南乃是诸仙帝五人的传人 按照道理来说 诸仙帝九人是绝无可能对秦南动手 而且 当年的诸仙帝五人 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他难道就没有留下一点手段 来替秦南化解危机 不过 我此次来 是要告诉你们 即使日后我不再上行天小先遇 秦南有何事情 你们最好全力支持 飞跃女帝收回思绪 冷漠道 否则的话 你们会后悔终生 说完之后 他的身形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吃尊 飞跃这是什么意思 荒雷至尊满脸不解 现在的秦南 没了倒机 未来只能成就盖世霸主 若想要成就九天 至尊 那不只需要经历多少岁月 获得多么巨大的喜遇 不必猜了 飞跃说得没错 以后若有事情 全力支持秦南 能引起堂堂诸仙帝九人前来追杀 只能说这个秦南 非常不简单 说不定他还真能重回到靖大城 再现辉煌 老者淡淡笑道 更何况 飞跃对这小子如此看重 光是这一点 就足够了 两位至尊齐齐点头 忽而想到什么 嘴角勾起了某弧度 各大无上道统门 等此次生仙大战结束之后 想必还要找秦南的麻烦吧 若是让身为九天至尊的飞跃女帝知道此事 那各大无上道统门将会知道什么才叫做恐怖 与此同时 上行天小仙玉 一片火红的天空中 在三位先王的率领下 秦南等人以着惊人的速度 朝着那座神秘的至尊洞府飞去 路途之中 秦南看着各种各样的景象从他眼中掠过 一语不发 只是那松开的手掌 不知何时才能攥紧 一路以来 辛酸苦辣 全部尝了几遍 他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都是那无比重要之人 用生命给他换来的 可是到如今 他却被一位来历不明的灰袍人 一剑给直接夺去了一半 若说不恨 那完全是假的 如果秦南知道那位灰袍人是谁 他必然会发下先魔道士 此生此世 必要斩了那灰袍人 南哥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过这人啊 一生中肯定有大大小小的坎坷 有句古话说得好 叫做不经风雨 怎能见 见 秋红说到一半 忽而想不起来了 脸色顿时尴尬 盖世仙红 前面的红琴仙王 扭头倾笑一声 呃 对 不见风雨 怎能见盖世仙红 刚才那头紫色神鸟 他是有眼无珠 我是相信南哥 秋红说到一半 秦南便伸出手掌 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淡淡一笑 眼中鲜火跳动 只是被斩碎了道鸡 他岂会颓废丧气 最初的他 不过是一个觉醒黄吉一品武魂的存在 还不照样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更何况 他还是战神的传人 脑海中还有一个神秘无比的无主穷图 还有一块神秘的紫色水晶 对了 水晶 秦南心神一动 他在彻底生鲜的时候 这个水晶突然出现 并且还出现了一个位于星空尽头的神秘身影 虽然不知道为何会出现这些 但是根据当初兽皮画卷所说 这些很有可能 是复活妙妙公主和江碧兰的关键所在 秦南不禁深深吸了口气 神色变得郑重肃穆 道鸡被毁又如何 他必然能卷土重来 而且 下次卷土重来之时 他定会更强 他也必将不会再遮遮掩掩 直接让各大无上道统们看看 他到底修炼了多少们问道之法 至于现在 对于他而言 最重要的便是让两位清澄女子 重现于人世之上 第1712章洞府大便 应该就在这个里面了 秦南暗道一声 神念探向紫色水晶 他的心神 下意识变得紧张忐忑起来 当初兽皮画卷说过 秦南体内蕴含着一股属于自己的真正力量 当秦南生鲜之后 方能知晓 这个秘密 想必就隐藏在紫色水晶内 甚至还有当初茫茫人类 战神为何偏偏挑衷他 战神的名字 以及无主穷途的来历等等 都有可能全部在其中 但是现在 秦南对于这些并不关心 他只想要知道重塑妙妙公主 和江碧兰灵魂的方法 秦南 重塑灵魂之法 并不在水晶之内 若你想要知道的话 你就前来至尊洞府的深处 我在此处等你 就在此时 一道虚幻缥缈的声音 响在秦南的脑海 秦南神色一争 这个声音他非常熟悉 是那张神秘的兽皮画卷 不在这水晶中 秦南反应过来 眉头皱起 若是不在的话 为何当初这兽皮画卷对他说 唯有生仙才能重塑妙妙公主和江碧兰的灵魂 罢了 等进入了至尊洞府深处 一切就明白了 秦南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时间流逝 两日之后 整个九天仙玉之中 谈论秦南的修饰 逐渐少了下来 即使他们心中无比可惜 但一切已成定局 仅仅只是盖世天才的秦南 是无法踏入九天仙玉顶尖层次的 也在这时 秦南等人再次来到了那片荒漠 进入了至尊洞府 来到了昔日的那一片片云层之中 秋红先是发下了 绝不泄露此地的仙魔道士之后 才对这秦南低声传音道 南哥 这是怎么回事 秦南想了想 道 多余的你就别管 等到时候至尊洞府的京士传承出来之后 你我二人可以联手进入深处 看能不能有所收获 在来的路途之中 秦南就已经和福生先王三人谈好了 一旦引发了整个至尊洞府的异变 秦南和秋红也能进入最深之处 不管获得什么 都是秦南自己的本事 秦南 你有把握吗 红秦先王忍不住问道 福生先王和地魂先王也看着秦南 他们三人为了这至尊洞府 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心血 还为了秦南把各大无上道统的人给得罪不轻 若是出了什么岔子 那他们三人可就真的亏大了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秦南给了他们一个放心的眼神 悬节盘膝而坐 用神念勾动了位于无主穷途下方 凝聚着一朵白蓝之花的黑白水晶 嗡 白蓝之花绽放屡屡光辉 一股若有若无的意志 在秦南的心中缓缓荡开 秦南心中立刻明白 眼中闪过了某一色 在之前的时候 要想引发各大境地 先浮道地等等的一变 只能默默地等待 现在的话 他竟然可以用先例来催动 难道这白蓝之花 是一件类似于无主穷途的神秘异宝 念头一闪而逝 秦南当即运转全部先例 没入黑白水晶中 使得那白蓝之花绽放的光辉 立刻变得璀璨起来 秦南很快看到 一道道无形之力 好似波浪一般 以他为忠心倦相四方 目入神秘深处 刷刷刷 一道道浩瀚仙光 恍若绝世之剑般 从下方爆发而出 将一片片云层都给刺穿 才刚刚开始 至尊洞府的中部 竟然就有反应了 三位先王心神一阵 和秋红一起 看向了云层下方 那无数撕裂的小空间 战场 愤怒 大山之中 都有着一棵棵参天大树 一件件古老至宝 纷纷浮现 令人眼花缭乱 而且 三位先王 还敏锐察觉到 与上次不同的事 埋藏于中部之中 一些由上古地先 天仙流下来的传承 都一一苏醒过来 堵中了 三位先王的眼底 都闪过了摩喜意 照此看来 引发至尊洞府深处之变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不好 秦南的脸色 忽然一变 他此次到鸡被斩 仙魂寿创 一身地仙三重的心力 现在只剩下了 人仙八重的地步 他原本以为 人仙八重已经足够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白蓝之花 犹如一个深渊一般 促习之间 就将他心力吞没一空 更关键的是 他的神念还无法撤出去 如果继续让白蓝之花给吸收 他会被硬生生吸成一具干尸 三位前辈 还请你们将纯净的心力 打入我的身体中 秦南低声喝道 好 三位先王反应过来 屈指一谈 三道法阵 同时凝聚在了秦南的头顶 一股股无比浩瀚的精纯心力 源源不断地没入秦南体内 秦南身躯一阵 不再有所顾忌 全力调动心力 那无形之力 顿时暴涨了促十倍 一道又一道地卷向四周 直到过去了将近三个时辰的时间之后 才戛然而止 白蓝之花的光芒 也恢复了平静 嗯 怎么停下了 难道这白蓝之花 现在一天只能催动一次了 不过这一次可不好受 消耗的先例 堪比一位天仙巅峰 秦南心中暗道 以后他再想让某地影发一遍 可得提前做好足够的准备 轰龙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震耳欲聋的巨响 从云层之中的下方传来 仿佛在那冥冥之中 有着一记足以摧毁苍天的拳影 带着木火打下 秦南和秋红耳边都是嗡嗡作响 饶是三位先王 也被这爆炸声响 冲击得大脑泛晕 过了促席之后 他们才回过神来 连忙看向下方 一看之下 都不禁倒吸了口冷气 满脸震惊 只见到 在那浩瀚无垠 充斥了无数残缺的小空间 坟墓 山河等等的大地上 裂开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道 宽有数十万里 长达数百万里的恐怖裂缝 俯瞰而下时 就好像在看着一群盖世龙仙 盘踞在壁 透过那裂缝 则能看到一个全新的小世界 即使是无法看清楚全貌 但是那一缕缕淡淡的至尊之意 却格外地瞩目 至尊洞府的深处 打开了 第1713章恶魔交易 哈哈 秦南 这次你可帮了我们的大忙 三位先王反应过来 都是大笑而起 眼中还有着一丝兴奋 如果说他们获得了里面的至尊传承 那他们就有着极大的机会 登陵九天至尊之位 三位前辈太客气了 这一路来都多亏了你们的照顾 秦南摇了摇头 若是没有三位先王帮助 那他此次的生仙之路 至少要艰难促十倍 行 那我们就不和你废话了 总之我们欠你一个人情 福生先王笑道 我们就先进去了 你们最好就在中部活动 别进入深处了 说完之后 三人直接化作盖石仙红 飞入一条大地裂缝 若是一般情况下 至尊洞府已经开启 他们是绝不会允许任何人继续停留在里面 但是 秦南和秋红只不过刚刚升仙 秦南的稻基还备战了 要是进入洞府的深处 那必然是死路一条 所以 他们没有任何的顾忌 至于中部之处的那些传承机遇 秦南两人取走多少都无所谓 南哥 我们下去吧 秋红看着中部处那一道道惊人鲜光 不禁咽了口口水 即使他是穷羽太荒宗贞传弟子 也未曾见过这么多传承机遇 就连他进入的几个仙谷都无法与之相比 你去中部吧 我要进入里面 秦南说道 将战神仙童运转起来 扫视着下方的裂缝 就在刚不久 兽皮画卷给他传来了一幅神念地图 可以直达深处 不然的话 以秦南现在的修为 进去完全就是送死 什么 你要进入里面 可是 秋红神色一惊 话还未说完 见到秦南那决然的神色 就闭上了嘴 不再多言 心中一叹 在他看来 秦南不顾生命危险 显然是想进入深处去拼一拼 看能不能获得逆天机缘 重入到镜 那我陪你 秋红咬了咬牙 纵使前面有滔天骇浪 他也不能让秦南孤独一人 等我 秦南拍了拍他肩膀 身形一闪 消失不见 秋红愣在原地 脸色变换了促下 最终心中一狠 就飞入了一条巨大的裂缝里面 时间流逝 摆袭之后 秦南根据地图进入了一条裂缝之后 眼前的景象 顿时一阵扭曲 等他反应过来 他已经来到了一群仙山之中 抬头望去 只能看到屡屡仙光 无法看到山巅 四周的餐天古树等等 散发着一股苍凉之意 让人感觉来到了上谷蛮荒 秦南扫尸一圈 并未发觉什么危险之后 就朝前飞去 刚刚飞出百丈 他的同仁骤然一缩 心里滋生起来了一股惊人寒意 令他身形不敢再动弹丝毫 人类 怎么才递先三重 嘿嘿 老夫可是很久没饮过人血了 一道道宛如雷霆的声音 在半空中滚滚炸开 只见到 本来毫无一物的山林 河流等等之中 分别有着一个个 猙獰无比的巨大头颅 还有一尊尊庞大的身影 相继浮现 一对对颜色不一的眼眸 全部盯在了秦南的身上 有着信乐 有着轻蔑 更多的是火热 秦南瞬间倒吸了口冷气 现在他的视线之中 已经出现了上百头上古妖兽 每一头的修为 都达到了天仙巅峰的层次 而且 此处不知道有多少座大山 暗中仍然在隐藏的妖兽 恐怕要远远超过百头 完全是一个可怕的妖枯 别说是他了 就算是三位先王来到此地 也得落荒而逃 兽皮画卷这是想干什么 难道他想借妖兽之手杀死我 但是以他展现出来的力量 秦南脑海内闪过一道道念头 一边让自己冷静下来 杰杰 这小子虽然瘦了点 但也能给我当下韭菜了 随着一道阴森的声音 一条长达两百多丈 浑身鳞片无比漆黑的绿铜大蛇 猛然从远处数百里 开外的古树上标射而来 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秦南咬下 秦南脸色大变 这条漆黑大蛇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天仙舞众的地步 他不管施展出任何术法 定然无法逃过这一口 现在该怎么办 催动战神印记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一缕淡淡的光滑 从虚空之中垂落在了秦南的身上 使得秦南浑身上下 都散发出了一种恐怖威压 啊 漆黑大蛇好像是看到了极为恐怖的东西 顿时发出了一声惨叫 疯狂地掉头窜去 模样狼狈到了极点 好 四面八方那数百头大妖们 心神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仰天发出了一道道咆哮 慎行下意识地往后倒退 原来的眼神 全部变成了恐惧之色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才区区地先进界的修饰 竟然和那等恐怖存在有着一定的关系 嗯 秦南一争 旋即松了口气 都不用去猜 这肯定是兽皮画卷的手笔 没有了危险 秦南继续向前飞去 飞到一半 忽而想到什么 伸手一指 你 给我过来 把我带过去 一头浑身毛发好似雷电般的巨大猿猴 眼中顿时露出了抹憋屈之色 没想到他堂堂天仙八重的名雷仙猿 居然被人当成作祭 不过 他不敢拒绝 老老实实地走来 让秦南站在了他的肩膀之上 促袭之后 这好似一个绝世妖枯般的山脉之中 一名帝先进界的修饰 乘坐着一名天仙猿猴 在无数大妖恐惧的目光下向前 只可惜 浮生先王等人并在此处 无法看到这震撼的景象 到了麻 取久之后 秦南看向前方 距离他不到千丈之处 屹立着一座高有巴掌 紧紧闭着的青铜巨门 四周的景象 也不知为何 变得漆黑一片 让人无法看清 秦南的临时坐进名雷仙猿 双膝则是跪在地面 瑟瑟发抖 嘴中发出了呜呜呜的叫声 秦南身形一跃 落在青铜巨门面前 将之推开 一股混沌般的气息 顿时汹涌而来 使得他一头血发 随风大舞 秦南 你终于来了 这一天 我可是等了很久啊 第1714张宿灵之法 门户之后 乃是一座高有700多张的金色祭坛 祭坛浑身上下 雕刻了无数个漆黑的古字 每一个古字都散发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好像是无形的深渊 可以吞入人的灵魂 那张兽皮画卷 此时此刻 就悬浮祭坛之上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秦南眉头皱了起来 审声道 你当初可是跟我说过 生仙之后 就能重塑他们的灵魂 他对兽皮画卷的感官一直都不是很好 战神也曾告诫过他 要戒备这张画卷 如果不是为了妙妙公主和江碧兰 他是不愿意和这张画卷有任何的牵扯 我说过的话 当然是算数的 兽皮画卷笑了一声 似乎有些畅快 其实 重塑他们灵魂的方法 一直都在我的手上 你若想要的话 就拿你是海中的紫色水晶来换 秦南神色微微一变 眼神立即冷了三分 如此看来 兽皮画卷当初所说的话 全部都是欺骗他的 他真正的目的 只是为了让自己生仙 从而好夺走紫色水晶 呵呵 不必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兽皮画卷上浮现出来了一个人影 即使是虚幻的 但秦南也能感受到 人影正在讽刺地笑 这次生仙后 你想必也察觉到了端倪 你的来历 并不简单 我也不妨告诉你 你是海之中的东西 乃是你上一世所留 你一旦恋化的话 便能获得极为恐怖的东西 秦南文言一征 来历不简单 自己的上一世所留 当初飞越女帝不是说过 她已经经历了十次轮回 回到了时的状态嘛 她怎么还会有前世呢 漠然间 秦南想到了 纳德坐在星空镜头王座上的身影 难道纳德身影 就是她的前世 你觉得我欺骗了你 但我可没有 我不会强迫你 一切的选择权 都在你的手上 画卷上的虚幻人影 表情变成了玩味 你可以选择炼化紫色水晶 一旦炼化的话 你就能再度崛起 横扫九天先欲 不在话下 那什么盖世天才 就是天才 盖世霸主 九天至尊 甚至是更强之人 在你的面前 都是土鸡娃狗 不值一提 说到这里 她断了一顿 玩味更浓 当然 他们两个救得彻底死去 绝无复活之望 不过 你只要选择把紫色水晶给我 就能换到救他们的方法 话音落下 整座古老的祭坛上 莫名地刮起大风 秦南的身体 微微颤抖 一直以来 他都很好奇 为何战神从茫茫人海中选中他 战神的真名是什么 无主穷途是什么 这种种的疑惑 必然与他的前世有关 他若是炼化了紫色水晶 也就能知道这所有一切 但 毫无疑问 与妙妙公主和江碧蓝相比 这一切都无关重要 他唯唯战斗的原因是 兽皮画卷把他当一个傀儡般玩耍 令他心中非常不爽 不必多说 我拿紫色水晶换复活他们的方法 你最好别欺骗我 秦南收住了所有情绪 冷淡说道 哈哈哈哈 虚幻人影听得此言 猛然仰天大笑 可笑 可笑啊 为了为不足道的两个女人 竟然不惜把如此珍贵的东西拿出来 我没看错你 一直都没看错你 你根本就不配拥有 战神那个家伙 居然还把你称为无主 我三番五次劝他 他竟然还跟我翻脸 当年的那个计划 那个计划 还是只能靠我来完成 他胸口中积累了醋万年的怨气 仿佛在这一刻全部倾泻而出 化作恐怖雷霆 乍响在天地之间 整座祭坛 剧烈摇晃 心同巨门外的那连绵仙山 也是不断颤抖 山体碎裂 那一头头修为可怕的大妖们 都是匍匐在地 满脸恐惧 呜呜叫唤 好像是在跪地求饶 即使是秦楠 也被冲击得不轻 闷恨一声 溢出鲜血 给我拿来 他 你不配拥有 去换人影停止了大笑 眼神冷冷地看着秦楠 半空之中 一尊泛着点点星光的诡异大手 突然演化出来 静止抓入了他脑海内 抓向了紫色水晶 嗡 紫色水晶若有所感 剧烈晃动 散发出无数紫色的气息 宛如大树一般 扎根而下 似乎非常不甘愿 从秦楠脑海内离去 他配不上瓶 去换人影 逼吼一声 强行将那气息 依依捏碎 将紫色水晶 硬生生 从秦楠脑海中抓出 秦楠的同仁 骤然颤抖起来 脸色变得煞白一片 在刚才的那一瞬间 他只感觉到好像自己的灵魂 被人影生生从躯体内剥离出去 让他整个人有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空荡之感 很好 只是有点可惜了 战神那的家伙一直在防着我 也不知道把无主穷途 给藏在哪里去了 屈幻人影自语一声 旋即一双眼睛 好像是在俯瞰着秦楠 声音也变得淡漠下来 你放心 答应给你的东西 我会给你 一枚灰白色的玉姐 不知从何处浮现 落在了秦楠身边 玉姐妹所提到的祭坛 就是这座祭坛 已经给你塑造好了 这里的群妖 会替你守护 这算是念在昔日的情分上 帮你一把 秦楠之若罔文 恢复了一点体力之后 立刻将玉姐攥在了手心里 同时也重重地松了口气 妙妙公主 江碧兰 他们有救了 虚幻人影见死 眼中露出了抹青涅 道 老四那个小子 听着生死盗销 帮你化解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你可不要辜负了他 接下来 你要好好活着 最好别给我死了 等到那个计划成功的时候 我会格外魄力 让你登上周天不死山 让你看看真正的仙玉风景 说完这一切 虚幻人影影漠不见 整张兽皮画卷 也随之消失在了原地 第1715章 何为诸仙 老四 化解危机 那个计划 周天不死山 这一番话 秦楠根本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包括兽皮画卷什么时候走的 他也完全不清楚 因为在拿到预解的瞬间 他的心神就立刻沉入了其中 阴阳大颠倒术 塑造必道祭坛 避开世间大道 再以十句陨落刚好七日的 盖世霸主级别或更强大的尸骨为祭品 用苍茗木 竹仙之术 至尊心果 扒演阴阳花 出现了将近数千种天才地宝之后 便是一段晦涩的法觉 最后的末尾之处 才出现了最重要的一句话 如此方能逆转阴阳 颠覆大道 于冥冥生死之中 重塑之灵魂 秦南看到这里 还不敢肯定这门术法的真假 于是就将预解内的一切 全部传给了铜镜 以铜镜的修为 多多少少应该知道一些 这门术法是一位朱仙所创 她的确可以重塑人的灵魂 但是那位朱仙 早在十万年前已经陨落 没有留下任何传承 你是从何处的来的 过数席之后 飞跃女帝冷冰冰的声音 才响了起来 真的可以 秦南心中一喜 最后的一丝担忧彻底消失了 你还记得当初出现的 纳德兽皮画卷麻 他当时告诉我 只要我生仙之后 秦南旋即将发生的 所有一切一一说出 那块紫色水晶 是由你前世的一些残缺 记忆和所学的 问道之法倒数等等形成 飞跃女帝冷淡道 用它换阴阳大颠倒数 也并不算是亏 此数应该是世间 唯一一门可以重塑灵魂的数法了 秦南点了点头 紫色水晶于他而言 就像是一门奇遇一样 即使炼化了 也只是锦上添花 他未来的路 依然还是属于他秦南的路 他不会为了前世而去活 妙妙公主和江碧兰 才是他最重要的 哪怕兽皮画卷要换走他的一切 他也会答应 同镜 所谓的诸仙 到底是什么 秦南的眼中 略过了一丝寒芒 从兽皮画卷的言辞 还有战神昔日的叮嘱来看 这张兽皮画卷与战神的地位等等 应该是不相伯仲 很有可能也是一位诸仙级的人物 如今的你 有资格知道了 所谓诸仙 乃是指十万年前 整个大上界所有仙人中修为最强大的识人 每一个人 都是其他仙人无法相比的 战神 是诸仙第五人 上次杀你的灰袍人 是诸仙第九任 这兽皮画卷 想必也是其中一人 根据我的猜测 你很可能是诸仙第一人 或者第二人中的一位 说到这里 飞跃女帝冰雪般的美眸中 闪过了一丝疑惑 虽然诸仙十人乃是主境中最为强大的存在 但是以三生公的力量 应该是可以感知到秦南的前世 更何况 秦南的前世 还施展了逆天之法 于冥冥之中留下了一个紫色水晶 无论如何 秦南当时修炼三生公之时 绝不应该出现无法修炼的情况 让他误以为秦南逝时的状态 灰袍人是诸仙第九人 我的前世可能是诸仙第一人和第二人 秦南沉吟一生 没有多想 而是下定了决心 迟早有一天 他会查清楚 灰袍人为何 会不顾一切的想要杀他 他更会查清楚 兽皮画卷的真正身份 在将他这一次所承受的一切 时被奉还 同静 还有一事要找你帮忙 秦南忽而想到什么 有点不好意思道 他除了帮同静度过三生节之外 他貌似一直都在找后者帮忙 后者也是屡屡出手助他 说 秦南清吸了口气 道 兽皮画卷给了我必到祭坛 但是献祭所需的盖世霸主尸骨 还有后面的天才地宝 你能否帮我弄来 我想 秦南沉默了一会 才到早点让他们重现人世之间 他们 离开的真的太久了 秉落七日的盖世霸主尸骨 可以给你准备好 苍鸣木和剩余的天才地宝 我会跟长肖说一生 你三个月后便可去取 飞越女帝毫无感情道 但是 剩下的竹仙之树 至尊心果 八眼阴阳花 需要靠你自己了 秦南神色一争 这三个灵药莫非有什么特殊 飞越女帝似乎看出了她的疑惑 道 这三个灵药和苍鸣木一样 属于被冠以先服二字的天才地宝 无比珍惜 若是其他无上道统和古族内拥有他们 那还非常好办 但他们只出现在第四小仙域内 不了 她又补了一句 一千年前 我曾给第四小仙域内的十位九天至尊 发下过仙魔道士 六千年内我绝不涉足第四小仙域半步 也绝不插手第四小仙域任何事情 秦南听到这里 嘴角不禁唯唯一抽 他哪怕不知道一千年前发生过甚麻 但也可以猜得出来 同静肯定是在第四小仙域干了某件惊天大事 把堂堂十位九天至尊都给吓到了 他现在忽然发现 这同静还真不是一般的逆天 同静 多谢了 秦南神色郑重 对着虚空 拱手作一 这次如果不是同静出手相助 他要及其玉姐妹所说的一切 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光 下次不要再说这句话 我已经听腻了 飞跃女帝毫不客气道 另外 别忘了 到时候你还要给我做一件事情 说完之后 红绳上的光芒黯然下去 声音也不再响起 秦南默默无语了半嗓 才回过神来 将玉姐收入那界 目光看向了她是海之中 无主穷途下方的黑白水晶之上 她心神忽而一阵恍惚 隐隐约约之间 看到了一位本应充满威严的绝色女子 偏偏鬼灵精怪 霸道蛮横 还看到了一位面容白皙 留着白色短发 一双美眸充满了智慧的清澄佳人 吼 就在此时 一道道震耳欲聋的售吼声 忽而从青铜门外传来 其中还夹杂着一丝怒骂声 将恍惚之中的秦南给惊醒过来 第1716章至尊传承 居然有人闯进来了 难道是三位先王 秦南脑海中闪过了一道念头 迅速从青铜门中飞出 只见到 在前方的一座仙山上 数百头身形庞大 妖气滚滚 面目猙獰的大妖 分别从四面八方浮现 将半空之中一个散发着浓郁魔气 劈头散发 有着地先巅峰的青年给团团围住 李大爷的 还让不让人活了啊 这特麻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怎么这么多妖兽啊 青年发出了一道绝望般的惨叫 玄机满脸铲妹道 各位妖大爷 小的是不小心闯进来的 你们千万不要发怒 小的 一头头大妖们 咧嘴一笑 但是目光却无比森寒 正当他们想要出手的刹那 自然感觉到了什么 脸色勃然大变 匍匐在地 发出了呜呜的叫声 这 各位妖大爷 咱们没必要这样吧 青年有点发萌 李氏和人 远处的秦南 踏步而来 眉头为皱 这个至尊洞府 无比隐秘 其他人应该不知道 而且 浮生先王三位盖世霸主联手 才能将入口打开 这个青年财地先巅峰修为 是怎么进来的 你 你不是 青年已赴见了鬼的表情 罢了 将他杀了 留下全尸 秦南摆了摆手 下达了命令 此地的所有妖兽 都是来镇守必道祭坛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秦南就相当于这里的主人 吼 一头头上古大妖们 顿时兴奋起来 目露凶光 我靠 秦南一个王八蛋 快点让他们助手啊 我是八药魔王啊 曾与你共患难同进退的八药魔王啊 青年脸色大变 连忙尖叫 八药魔王 秦南一愣 旋即回忆起来 这个八药魔王 是他当初在杀仙谷地遇到的一个毫无带式霸主风范的二货 还准备夺舍他 结果被飞越女帝镇住 老老实实给他带路 后来触发了上古杀鸡 这家伙一个人偷偷溜走了 你怎么在这 秦南挥挥手 是一群妖们停手 不禁好奇问道 这个 一不小心踏入了某个上古阵法 就莫名其妙传送到这里来了 八药魔王眼神闪烁了一下 杀了吧 秦南翻了翻白眼 再度下令 别别 我说 八药魔王吓了一大跳 连忙道 这个至尊洞府 我以前早就盯上了 还想靠他来冲击九天至尊呢 可是 他身处的船程一直没有苏醒 只能作罢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 他身处船程突然苏醒了 我就过来了 可谁想到 刚一过去就被三个先王追杀 好不容易逃到这里 结果又 他眼神充满了悲愤 他之前好歹也是一位盖世霸主 如今怎么就这么悲催呢 离岛也是倒霉 行了 你走吧 秦南也是忍不住一笑 下了逐客令 嘿嘿 还是秦南够意思 不愧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我现在就离开 不对 八药魔王呼得想到什么 双眼冒光 此地的妖兽 你都能操控 秦南眉头一皱 眼神冷了几分 别 你别误会 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没有企图 八药魔王连忙摆手 黑黑一笑 道 秦南 不妨我们两人再次联手 这至尊洞府深处 可不仅仅有至尊传承 还有许多惊人机缘 秦南闻言心中一动 他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如今他到鸡被窄 仙魂也受到重创 如果想要恢复自身 或者是种入道境 必须得找到惊人机缘 而且 同静是让他三个月后去穷羽 太荒宗拿苍鸣木等等灵药 时间上也是绰绰有余 怎么联手 这次遇到危险 你可不会一个人跑掉吧 秦南似笑非笑道 妈的 那还不是你小子乱来 那能够怪谁 八药魔王心中骂了一句 玄机满脸正气道 我是那种人吗 我们这次联手 必定是不论生死同进退 所有惊人机缘 无误对半分 秦南笑容略朗 还无误 就凭你必先巅峰修为 七三 八药魔王嘴角抽了抽 道 七三就七三吧 作为大哥 得多让着你点 秦南懒得理他 看向几头妖兽 传去几道神念之后 后者顿时仰天长笑 紧接着一道道惊人的妖气 不断地冲天而起 不到短短促时袭的时间 整片天空 都被妖兽充斥 密密麻麻 不下于八百头 把秦南和八药魔王都吓了一跳 饶势秦南 也没有想到 此地的妖兽居然这么多 现在怎么做 秦南问道 这个 我们的开辟一个虚空之门 才能进入到至尊传承之地 八药魔王满脸郁闷 道 但是我修为有限 最多只能带二十头妖兽过去 他是恨不得把这所有妖兽都带过去的 到时候就可以随便欺负那三个王八蛋 二十头就二十头 你赶紧开辟吧 秦南沉吟一声 开始从这诸多妖兽之中 一一挑选出了血统皆是不俗 并且有着天仙巅峰的存在 秦南 我们走 八药魔王也将虚空之门开辟好了 闪身进入里面 秦南率领群妖 紧随其后 促袭之后 秦南等人便来到了另外一个陌生空间内 只见到 天地呈现出来了一片灰蒙蒙之色 一缕缕无形的至尊之意 充斥了每一个角落 让秦南的身躯 下意识紧绷起来 在那尽头之处 则耸立着一座犹如亘古天山般的宫殿 远远看去之时 像是在看着一位太古巨人 秦南身边跟随着的二十位高达数百丈的大妖 与之相比 与蝼蚁毫无任何差别 至尊传承就在里面 带会记得全力收敛起机 不然被那三个王八蛋感知到了 就会直接把我们轰出来 八药魔王还有点愤慨 秦南想了想 便点了点头 虽说和三位先王交情甚好 但更多的是利益 有些方面还是注意一下 最好别成为敌人 秦南等人缓缓靠近 但是秦南所不知道的是 他是海内的无主穷徒 悟得泛起了一缕缕光滑 似乎充满了惊喜 一一千七百一十七张刀山火海 数百席之后 秦南等人悄然进入了宫殿之中 那股充斥在无数个角落的至尊之意 陡然增强了促十倍 令得二十头大妖眼中露出了抹金句之色 秦南也是身形一颤 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现在体内的心力 只堪比人先八重 如今在遭到这种威压的限制 恐怕只能发挥不到人先五重了 就在这时 一缕温润的力量 忽而钻进了秦南的体内 让秦南顿时一松 不受威压的影响 这是 长肖至尊给我的令牌 秦南唯唯一愣 旋即就回忆起来 长肖至尊在令牌之中 留下了三缕意志 可以替他化解三次危机 秦南眼中闪过了一丝光芒 有着令牌相助 还有二十头天仙巅峰大妖在此 看来这一次 若是遇到了惊人机缘 完全可以放手一搏 我去 好多仙刀 八药魔王抱了句粗口 秦南和二十头大妖抬头看去 眼中顿时露出了抹金意之色 只见到 整座庞大宫殿的第一层 大约有着方圆二十多万里 地面上布满了数千座大小不一 恍若用星空火焰铸造而成的坟墓 每座坟墓上 都插着一把含义凛然的仙刀 每把仙刀的样式和品级都完全不同 有人仙之气 地仙之气 也有天仙之气和道气 但每把刀的深处 都具备了一股无形的意志 使得它们的威力 要远远超于同级 譬如这里的一把人仙之气 级别的仙刀 完全可以媲美地仙之气 那三把刀 秦南的目光 钉在了三座战地万里的坟墓之上 它们上面的刀 刀身笔直 布满纹路 流淌着一缕缕淡淡的精芒 尽管没有散发任何威势 也像是三尊爵士王者 镇压着这里的所有一切 即便是周围那一把把达到道气层次的仙刀 也无法与之相比 则则 这里所有的刀 想必是入刀至尊生前所用 尤其是那三把 很有可能是入刀至尊的本命道气 霸药魔王咽了口口水 所谓的道气 指的是气中之灵 具备了道光 而这本命道气 便是达到盖世霸主以上的强者 不断用生命在祭练的法宝 威力更加可怕 尤其是九天至尊的本命道气 纵使他们的主人已经身亡 但他们仍然具备了堪比盖世霸主的力量 入刀至尊 秦南眼神一亮 一位刀修至尊 那留下来的传承和机缘 必然都很适合他 我靠 那三个王八蛋 居然收走了十三把道气仙刀 八药魔王突然看到那一座座空旷的坟墓 不禁破口大骂 双手也截出了一个个法印 打出了数百头血色小鬼 朝着五座道气仙刀的坟墓钻去 嘿嘿 秦南 丑话说在前头 像这种法宝和功法之类的机缘 咱们就个平本事了 天才地宝再按照七三来分 八药魔王见到血色小鬼已经成功 不禁有些得意 你小子有二十头大腰相助又如何 还不是没法收取仙刀 秦南瞥了他一眼 他有断天刀在手 还需要其他仙刀 不过 也不知道这三把刀 和断天刀有多大的差距 秦南心中一动 又必立刻碎裂 断天刀浮现而出 嗡 断天刀立刻震战起来 一道道无形刀翼 恍若暴风一般 向前肆虐而起 他那冥冥之中的灵性 竟是在挑衅这里所有的仙刀 我靠 你赶快给我收起来 这里的坟墓都不简单 要是被触动的话 就会化作惊天杀鸡 八药魔王吓了一大跳 然而 还未等他的话说完 整座宫殿内的数千把仙刀 仿佛被激怒一样 全部震动起来 冰冷的刀光 将四面八方都给映成了一片雪白 唰 一把盗器级别 长有足足三丈的血色仙刀 率先按耐不住 从坟墓之中自主飞出 化作了一条猙獰血龙 斩向了断天刀 一把九天至尊使用过的盗器仙刀 他具备的力量 至少已经堪比天仙修士 但他现在没有动用力量 只有纯粹的刀意 仙刀相争 意或者是仙气相争 比的都是意志 断天刀自主扶空 翁鸣一声 似是有些不屑 待到血龙距离他只有猝食杖之时 他才猛然一展 一股恐怖的刀意 禁止将血龙摧毁的寸寸粉碎 那把血色仙刀 光芒瞬间黯然了不少 重新飞回目中 在他四周的那一柄柄 盗器仙刀 似乎被断天刀给激怒了 全部剧烈阵战起来 即将自主出鞘 正当这时 那三把入刀本尊的本命仙刀 爆发出来了璀璨光芒 横空而起 豁然斩来 棒薄刀意 恍若天河 能淹没一切 断天刀浑然不惧 嗡名之声 陡然高昂 竟是化作了一抹盖世青红 直斩其中 砰砰砰 整座大殿内 于虚空之中 响起了一道道爆炸声 断天刀起初处于下风 但随着刀意的碰撞 他所具备的真正力量 似乎逐渐苏醒起来 竟是将三把仙刀 给震得连连后退 这 八药魔王和二十头大妖 都是目瞪口呆 这可是九天至尊的本命仙刀啊 如今比拼刀意 竟然败给了一位帝仙手中的刀 而且 八药魔王记得很清楚 秦南的这把刀 在天神之时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在他们震惊之际 断天刀翁名一声 顿时化作了一道光芒 重新回到秦南手上 那股可怕的刀意 也随之消失不见 高下立判 无须再战 秦南眼中一色连连 哪怕是他 也没有想到 堂堂九天至尊的本命仙刀 居然与断天刀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 轰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三把仙刀竟是彼此相对 斩出了一记恐怖刀器 荡开了磅驳的刚风 这时 八药魔王脸色一睁 很快意识到了什么 脸色瞬间就变绿 吼道 秦南 你个王八蛋 你又他妈闯祸 还未等他的话说完 整座庞大的宫殿 开始剧烈地战斗起来 冥冥之中仿佛打开了一扇古老巨门 汹涌出来了浩瀚的金色光芒 将秦南等人淹没其中 第1718章入刀先浮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秦南等人才从一片昏沉之中 逐渐恢复了意识 双眸缓缓睁开 刚才那汹涌而下的金光 看似虚幻无形 实则犹如怒海狂涛 把他们都给眷晕了过去 啊 秦南 你个小王八蛋 本魔王跟你没完 霸药魔王立刻发出了一声尖叫 身体还因为气氛在发抖 他现在心里后悔死了 他怎么就把这小王八蛋 闯祸的性格给忘记了呢 这小王八蛋当初在沙仙谷地 可是引发了绝世兄弟啊 跟这小王八蛋一起合作 能有好下场吗 叫什么叫 秦南翻了翻白眼 扫了一眼四周 只见到 现在他们的身形 来到了一座有着大约三万里之大的山谷 四周都是高耸入云的山壁 而且山壁上还蔓延了无数的稻纹 尽管没有运转 但也能感受到其中的冰冷 很显然 如果尝试飞出这个山谷 就会遭到无情震杀 这是什么 秦南忽而看到 在这山谷的尽头 屹立着一块高有石杖的古石 通体幽蓝之色 密布着无数刀痕 这让秦南猛然想到 他当初在这至尊洞府一个叫做法外惨地的地方 碰到过一块口土人言 布满了剑痕的怪石 眼前这块石头 与那怪石有什么联系 秦南想到这里 运转战神仙童 想要看出一点端倪 然而 两道鲜艳刚刚从眼中燃起 这刀痕怪石竟是爆发出来了一股恐怖的无形犀利 要将秦南的心神吸入其中 秦南脸色一变 将双眸壁上 退了猝步 这股无形犀利才消失不见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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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也能行 八药魔王一连抱了几句粗口 看着刀痕怪石的神色充满了激动 这特麻是至尊之时啊 我们竟然来到了这座宫殿的最深之处 一旁的秦南 眉头一皱 到至尊之时 八药魔王回过神来 粗了粗手 黑黑笑道 所谓至尊之时 便是一位至尊陨落之后 由天地演化而出 里面具备了一些至尊意志 据我所知 我们只要从这至尊之时上 感悟出入刀之福 就能见到入刀至尊的观果 有机会获得至尊传承 秦南眼睛也是一亮 旋即四笑非笑地看着八药魔王 那二十头大腰 也是紧盯着后者 要知道 刚才降临这个地方的时候 八药魔王可是破口大骂 一副恨不得跟秦南拼命的样子 八药魔王老脸也不惊一红 有些扭捏道 这个 刚才我也是心急麻 谁知道压住了那三把刀 竟会被直接传来最深之处 秦南不知道 他可是非常清楚的 从进入宫殿开始 要来到这里 不知道的耗费多少手段 得付出多大的代价 甚至会陨落 譬如三位先王 早早就进来了 还没有到这里 这小子的气韵还真是逆天了 八药魔王小声嘀咕 不过转念一想 这小子年纪轻轻 就踏入了道径大城 还被飞越女帝看中 若是一般的人物 那才就奇怪了 真正的非凡人物 在冥冥之中 必然有着大气韵加深 秦南懒得跟他废话 收敛了一下 再次运转战神仙童 看向了至尊之时 恐怖的犀利 席卷而来 秦南没有抵抗 任由将他的心神 给吸入了时钟 刹时之间 秦南只感觉到 四周一切都变黑了 像是来到了 无尽虚空深处 刷 一缕刀光 漠然降临 在无形之中 似乎有一尊伟岸的身影 将这刀光抓住 身形开始变幻 斩出了一刀又一刀 逐渐地凝出了排山倒海之势 这是入刀至尊昔日的刀一马 秦南心神一阵 紧紧盯着 不知不觉间 便沉入里面 这小子真鸡贼 山谷中的八药魔王见死 暗骂一句 连忙沉入其中 二十头大妖户相对视一眼 犹豫了一下 也开始观摩着至尊之时 即便不能获得至尊传承 能从中感悟一二 也有很大的好处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大约过去了八日的时间 秦南和八药魔王 以及大妖们的双眸 几乎同时睁开 身上都有一股惊人的刀意 爆发而起 直入云霄 刷刷刷 一道道光芒 不知从何而来 纷纷落在了秦南等人的面前 露出了一块 由天龙之血练成的符露 上面布满了数目不一的纹路 哈哈哈哈 本王果真是天赋惊人 得到了至尊之时的认可 竟然获得了三文入刀符 这下子有希望获得至尊传承了 八药魔王眼睛一扫 顿时大笑而起 不过当他眼角的余光 看到秦南面前符露上的纹路之时 立刻像是被踩中了尾巴一样 尖声叫道 九 九文 秦南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 眼中仍是一片溢色 这八日之中 那不断变换的刀意 直到最后出现的那仿佛 可以开天辟地的一刀 给他的心神 带来了极大的触动 直到现在 他还在回味着 秦 秦南 就在这个时候 两道惊讶的声音响起 秦南立刻回过神来 和巴药魔王等妖琪琪看去 就见到扶生仙王和地魂仙王浑身血迹 看起来无比狼狈地来到了山谷入口之处 啊 是你们两个王八蛋 巴药魔王目录愤怒 身形一缩 不露痕迹地躲到了二十位打妖的身后 前辈 你们也来了 同情前辈呢 秦南眉头一皱 同情他 哀 不幸身孕了 扶生仙王嘴唇动了动 叹息一声 忍不住问道 你们怎么来到了这里 我的意思说 你们如何做到的 秦南解释一番 两位仙王的嘴角顿时一阵抽搐 你拿着的莫非就是入刀仙符 嗯 还是久闻的 扶生仙王和地魂仙王脸上露出了抹震惊之色 旋即很快反应过来 对视了一眼 皆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一闪而逝的红光 秦南 你果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但是 这入刀仙符 对我们很重要 能不能把它给我们 扶生仙王向前走去 面带笑容道 第1719章例来立网 我们之前有过联手 你也知道我们的处事风格 我们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扶生仙王补了一句 语气沉重 哈哈 你好歹也是一位盖世霸主 说话能不能成熟点 你难道以为我们都是傻子吗 未等秦南开口 八药魔王就发出了一声大笑 眼神之中充满了鄙怡 入刀之福文路越多 获得至尊传承机会越大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们本来就打算抢抢 何必在这须擒假意 做一个卫君子呢 而且 那位女仙王 应该是被你们杀了吧 鄙怡之色 越来越浓 这其实是他故意的 秦南和这两位仙王颇熟 要是秦南和两位仙王联手了 那他岂不是完了 浮生仙王脸色一变 瞬间变得阴沉下来 浮生 别跟他们废话了 帝魂仙王大步一踏 棒驳气势 冲销而起 双眼冷冰冰看着秦南 念在昔日的情分上 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带会主动交出福禄 我饶你不死 哄 帝魂仙王随后动了 一拳打出 无数的仙光 从拳肩上爆发而出 具备了崔枯拉朽的力量 虽然这一路经历下来 他和秦南之间 多多少少有了点情仪 但是在堂堂至尊传承面前 这点情仪又算什么 即使是和他有了将近上千年交情的 红秦仙王 他还不是照样杀了 秦南的脸色 瞬间变得无比冷冽 原本他还想可以一起联手去获得至尊传承 如今看来的话 他还是低估了人心险恶 吼 二十头上鼓大腰 瞬间反应过来 仰天咆哮 腰气冲天 有的张开血盆大口 吐出无尽火焰 有的拍出腰爪 撕裂寸寸虚空 那一双血色的眼眸之中 只有惊人的利息 毫无巨异 秦南 二十头天仙巅峰妖兽 就是你的依仗麻 这未免也太可笑了 帝魂仙王目录不屑 虽然这足够挡住他 但他们可是两位盖世霸主 秦南 说实话 我一直都很欣赏你 即使你的到鸡被斩了 我也认为有一天你能恢复 可是已至此 我也只能动手了 浮生仙王轻轻一叹 眼神逐渐变得冷冽下来 这小子到鸡被斩了 霸药魔王一呆 这件事情他是完全不知道的 天地话语 浮生仙王法印一节 在那虚空之中 顿时出现了无数的羽毛 每一片羽毛 都好像是从上古仙兽身上脱落而下 拥有着斩碎一切的威能 不过 他没有权利出手 而是留了几分力 要知道 秦南的体内 还有着一件可以引发 至尊洞府异变的至宝 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异宝 他留秦南一命 到时候说不定还有机会获得 这老王八蛋出手还真狠 霸药魔王下了一个哆嗦 悄悄地躲在了秦南身后 浮生 地魂 你们以为我就是那么好对付的 秦南冷冷说道 毫不犹豫催动了长销至尊给他的令牌 翁 整片山谷 剧烈战动 山壁上蔓延的无数道文 泛起了微弱光滑 四周的所有一切 都变得一片漆黑 在那冥冥之中 出现了一尊无比虚幻的伟岸身影 漠然地看着一切 大手拍下 九天至尊的意志 浮生先王和地魂先王脸色齐齐大变 没有丝毫的犹豫 分别催动了各自的本命盗器 将身躯护入体内 通龙 大地之上 裂开了无数道裂缝 浮生先王和地魂先王的攻击 不仅被瞬间粉碎 两人也是遭到了不小的冲击 闷横一声 身形倒飞而出 砸在了地面 模样狼狈不堪 我去 八药魔王眼睛瞪大 秦南这小王八蛋隐藏的真身啊 他刚才都准备抢下秦南的九文入刀之 开辟虚空之门逃走了 浮生 地魂 看在你们曾经帮我不少的情面上 你们就此离去吧 我不杀你们 秦南冷淡道 咳咳 浮生先王吐出了几道鲜血 让体内的气息平稳下来 从大坑之中走出 冷笑道 秦南 这种小伎俩 也想来诈我 若我没猜错的话 这是长肖至尊出于歉意 给你留下的意志 而且 最多不超过武道 没错吧 秦南心中一领 能够达到盖世霸主的层次 果然都不简单 没那么好骗 呵呵 五道至尊之意 你未免也太小看我了 若你们二人要是不幸 大可来拼一拼 看看到底是谁陨落在此 秦南面无巨色 无比强硬 毫不退让 如果他这个时候 有了丝毫的退却之意 浮生先王和地魂先王 定能发现端倪 大打出手 依靠着剩下两道至尊之意 还有二十头上古大妖 要想将两位盖世霸主给击败 那是肯定不可能的 这 浮生先王和地魂先王的心中 略有一些迟疑 如果万一他们猜错了 秦南手上的至尊之意 超过了五道 那他们就危险了 而且 秦南身边那的二伙青年 也有不少强大手段 整个山谷内的气氛 顿时变得寂静下来 两方人马 都在相互僵持 没有妄动 思索着应对之策 不如让我来说句 公道话吧 八药魔王探出头来 眼珠一转 道这样僵持下去 也不是办法 而且现在全力出手 必然两败俱伤 即使是有一方胜利 找到了入刀至尊的官果 还没有拿到传承 很可能会遭遇杀鸡陨落在里面 那就得不偿失了啊 说着他还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 秦南和浮生先王的眉头一皱 你这是什么意思 地魂先王冷恒道 很简单啊 不妨我们同时进入里面 到时候谁能获得至尊传承 那就看谁的本事了 八药魔王嘿嘿一笑 两位先王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还不如来一个缓兵之计 说不定见到入刀至尊的官果之后 又会发生新的变化 呵呵 让我们与你联手 你们现在肯定是强弩之末 地魂先王牙关围绕 似乎想放手一搏 好 我答应你们 未等前者说完 浮生先王忽然出声 第1720章玉尊玲珑 浮生 我们 地魂先王有些不太愿意 浮生先王嘴唇动了动 不知给地魂先王说了什么 后者横了两声 不再多说 秦南 那你的看法呢 浮生先王淡淡笑问 恢复了之前让人如沐春风的气质 就好像刚刚和秦南之间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若是如此 秦南故作纠结的模样 沉吟了半赏 才到 那就依他所说 目前的形势之下 这种办法是唯一的机会 浮生先王和地魂先王不再多言 看向至尊之时 心神沉入里面 进行感悟 他们肯定要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感悟出九文入刀之福 看看 本魔王是不是很机智 和我联手 你绝对不亏 罢要魔王略有得意地扬了扬头 你给我盯着他们 情懒懒地理他 盘膝而坐 现在偷袭两位先王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还不如趁着这段时间 多吸收一点天地灵气 恢复一下先魂 八日时间 一晃而过 两位先王感悟完毕 获得的是两文入刀之福 霸药魔王又忍不住地色一番 让两位先王嘴角狠狠地抽出了一番 难道他们两人的天赋 还不如这的二货 好了 现在一起炼化俘虏 我们就可以进入里面了 霸药魔王说道 秦南等等人 立刻将之炼化 一股股奇异之力 开始从天而降 包裹着他们每个人 消失在了原地 来到了另外一片陌生的空间之中 嗯 秦南刚刚站稳脚步 就发现是海之中的无主穷途 一反常态地泛起了一缕缕光滑 传来了一阵阵惊喜的情绪 我靠 这 这是 正当秦南疑惑之际 他耳边就响起了三道震惊的声音 让他不禁下意识抬头看去 只见到 距离他们千丈之外 有着一个方圆数百里之大的湖泊 湖水泛着如玉般的光泽 一头头好似水龙的仙光 在湖中来回游动 这片湖的尽头 则是笼罩着浓浓百物 让人无法看透 忽然间 一股无形的吸引力 缠绕在了秦南的心头 让秦南本能地想走上前去 喝一口湖水 这是什么湖 秦南收了收心神 忍不住问道 这个 这个是由天地孕育而成的 玉尊玲珑湖 八药魔王双眼变得一片火热 连书画都变得结巴起来 方圆十里之大的 玉尊玲珑湖 足以 足以塑造一位天仙 而且不会留下任何后患 现在这 后面的他尽管没说 秦南也明白了 眼中不经露出了某一色 眼前的这玉尊玲珑湖 可是有着方圆数百里之大 那他所具备的精纯心力 将达到了一个怎样的层次 而且 他的精纯心力 很有可能还发生了某种质变 才能够打破常规 拥有现在的规模 这等洞天福地 别说是八药魔王了 即使是两位先王 眼神也是火热无比 恨不得立刻将其拿下 嗡 秦南是海内的无主穷徒 突然开始震战起来 一股强烈的意识 冲入了秦南的心中 怎么回事 无主穷徒为何要让我进入湖中 难道说在这片湖里面 有着与他相关的东西麻 秦南眉头皱起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大风不知从何而来 刮向了整个湖面 那浓浓的白雾 立刻开始散开 逐渐露出了一颗高有三千多丈 犹如一座大山般 垂落着无数绿津津之条的巨大柳树 树上的每一片树叶 都在泛着纯净鲜光 给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之感 我的天 这难道 难道是万叶仙柳 八药魔王忍不住 发出了一声尖叫 万叶仙柳 乃是在诸多天才地宝里面 达到仙伏级的存在 放眼整个九天仙玉之中 都极为稀少 数百年中难得见到一颗 真的是万叶仙柳 两位仙王皆是露出了抹喜色 秦南这时也按耐住了心中的猜测 开始动用战神仙童 朝着湖面扫去 发觉无法洞穿之后 目光变落在了万叶仙柳之上 嗯 那是 秦南突然看到 在那茂密繁多 层层叠叠的枝叶深处 静静地树立着一具掌有五丈 贴满了一个 葛上古符路的经文铜棺 在他的同力之下 他的视线竟是穿过了厚重棺材 只见到 在那里面 躺着一名黑发垂腰 五官精致 面色白皙 肤若宁知的绝美女子 只是这女子的香袖双肩 还有玉族的足怀上 都被两根雕刻成 猙獰黑龙模样的铜钉钉住 吼 刺根黑龙铜钉 仿佛感觉到了什么 龙口张开 如雷般的咆哮声 便在秦南市海中滚滚炸开 让秦南连忙收回了战神仙童 这个绝美女子 莫非就是传说之中的入刀至尊 秦南暗道一声 却猛然发现 他修炼的匿迹之体 不知何时何地 开始自主运转起来 并且心神之中 升起了一种如灵大敌之感 这难道是 秦南心中一动 脑海中浮现了四个字 太古禁忌 要知道 他所修炼的匿迹之体 就是来自匿迹门 专门于太古禁忌为敌的门派 能引起匿迹之体的变化 只有太古禁忌的气息 才能够做到 这也就是说 这位入刀至尊 并不是大献以至才陨落的 而是被太古禁忌定死在此 入刀至尊的官果 霸药魔王和两位先王 发现了经文同官的存在 面露惊喜 不过 他们同树的同力 并未将官带给洞川 看清楚里面的景象 出的万叶仙柳 好似从亘古之中苏醒过来 无数的枝条 伸展开来 整片玉尊玲珑湖的湖水 顿时滚滚沸腾